報告委員會 現在出席委員5人以主法定人數 請主席宣布開會 好 我們現在開會 請先宣讀上次會議實錄 立法院第九屆第四會期 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第22次全體委員會議實錄 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97分至11分 下午20時47分至49分 地點 紅樓302會議室 出席委員呂委員 俊毅等12人 練習委員 孔委員 文吉等10人 請假委員 楊委員 政務一人 列席官員 行政院政務副秘書長 何沛山等人 主席 蔡召集委員 議宇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事錄 決定 確定 討論事項 繼續並按審查 行政院行情審議 資通安全管理法 草案等六案 決議 一 進行逐條審查 二 名稱 第一章章名 第二章章名 第四章章名 第五章章名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 軍召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 第一條修正為 為積極推動國家資通安全政策 加速建構國家資通安全環境 以保障國家安全 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特制定本法 四 增定第二條為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 五 行政院提案第二條修正為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資通系統 只用以收集、控制、傳輸、儲存、流通、刪除資訊 或對資訊為其他處理、使用或分享之系統 二 資通服務 只與資訊之收集、控制、傳輸、儲存、流通、刪除 其他處理、使用或分享相關之服務 三 資通安全 只防止資通系統或資訊遭受 未經授權之存取使用控制、洩漏、破壞、篡改、銷毀或其他侵害 以確保其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 四 資通安全事件 只系統服務或網路狀態經鑑別而顯示 可能有違反資通安全政策或保護措施失效之狀態發生 影響資通系統機能運作 或構成資通安全政策之威脅 五 公務機關 只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地方機關構或供法人 但不包括軍事機關及情報機關 五 特定非公務機關 只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公營事業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七 關鍵基礎設施 只實體或虛擬資產、系統或網路 其功能一旦停止運作或效能降低 對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國民生活或經濟活動有重大影響之餘 經行政院定期檢視並公告之領域 八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 只迴運或提供關鍵基礎設施之全部或移部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並報行政院合定者 九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指其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 應依預算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規定送立法院 及其年度預算書應依同條第四項規定送立法院審議之財團法人 六 行政院提案第三條修正為第四條 為提升智通安全政府應提供資源整合民間及產業力量 提升全民智通安全意識 並推動下列事項 一 智通安全專業人才之培育 二 智通安全科技之研發整合應用產學合作及國際交流合作 三 智通安全產業之發展 四 智通安全軟硬體技術規範 相關服務與審驗機制之發展 一 前項相關事項是推動由行政院以國家智通安全發展方案定制 七 行政院提案第四條修正為第五條 行政院應規劃並推動國家智通安全政策、智通安全科技發展、 國際交流合作及智通安全整體防護等相關事宜 並應定期公布國家智通安全行事報告對公務機關智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積合概換報告及智通安全發展方案 前項行事報告實施情形積合概換報告及智通安全發展方案 應送立法院被查 行政院提案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三條 除一 除條次依序修正為第六條、第八條、第十條至第十四條外 於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九 行政院提案第六條、修正為第七條 行政院應橫著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業務之重要性與機密性 機關層級保有或處理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智通系統之規模及性質等條件 訂定智通安全責任等級之分級 其分級基準等級變更申請義務內容、專責人員之設置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得集合特定非公務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劃實施情形 其集合之頻率、內容與方法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特定非公務機關受選項之集合、經發現其資通安全維護計劃實施有缺失或待改善者 應向行政院提出改善報告並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十、行政院提案第八條修正為第九條 公務機關或特定非公務機關於本法適用範圍內 委外辦理資通系統之建置為運或資通服務之提供 應考量受託者之專業能力與經驗、委外項目之性質及資通安全需求 選任市場之受託者並監督其資通安全維護情形 十一、行政院提案第十四條修正為第十五條 公務機關所屬人員對於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績效優良者應與獎勵 前項獎勵四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十二、第三章張明修正為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管理 十三、行政院提案第十五條修正為第十六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徵詢相關公務機關民間團體專家學者之意見後 指定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報請行政院核定並與書面通知受核定者 行政院應將前項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之名單送立法院備查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應符合其所屬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要求 並考量其所保有或處理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自通性質規模與性質等條件 訂定、修正及實施自通安全維護計畫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應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自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集合所管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有缺失或待改善者 應提出改善報告送交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三項至第六項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必要事項實施情形之提出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十四行政院提案第十六條修正為第十七條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以外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應符合其所屬 自通安全責任等級之要求 並考量其所保有或處理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 自通系統之規模與性質等條件訂定、修正及實施自通安全維護計畫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要求所管前向特定非公務機關 提出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集合所管第一項特定非公務機關之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發現有缺失或待改善者 應限期要求受集合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提出改善報告 前三項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必要事項 實施情形之提出集合之頻率、內容與方法 改善報告之提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15 行政院提案第17條修正為第18條 特定非公務機關為因應資通安全事件 應訂定通報及應變機制 特定非公務機關窒息資通安全事件 使應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報 特定非公務機關應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資通安全事件調查 處理及改善報告 如為重大資通安全事件者並應送交行政院 前三項通報及應變機制之必要事項通報內容報告之提出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知悉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時 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適當時機 得公告與事件相關之必要內容及應應措施 並得提供相關協助 16 行政院提案第18條及第21條均於刪除不予採納 17 行政院第19條修正為 第19條公務機關所屬人員為遵守本法規定者 應按其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予以懲戒或懲處 前項懲處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18 行政院提案第19條修正為 第20條 特定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 則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期改正 藉其未改正者暗次儲薪台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還 1 未依第16條第三項或第17條第一項規定定定修正或實施 知通安全維護計畫或違反第16條第7項或第17條第4項鎖定辦法中 有關知通安全維護計畫必要四項之規定 2 未依第16條第4項或第17條第二項規定 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知通安全維護計畫之實施情形 或違反第16條第7項或第17條第4項鎖定辦法中有關 知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提出之規定 3 未依第7條第3項第16條第6項或第17條第3項規定 提出改善報告送行政院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或違反第16條第7項或第17條第4項鎖定辦法中有關改善報告提出之規定 4 未依第18條第1項規定定立知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及應變機制 或違反第18條第4項鎖定辦法中有關通報及應變機制必要事項之規定 5 未依第18條第3項規定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行政院提出知通安全事件之調查處理及改善報告 或違反第18條第4項鎖定辦法中有關報告提出之規定 6 違反第18條第4項鎖定辦法中有關通報內容之規定 19 行政院提案第20條修正為第21條特定非公務機關為依第18條第2項規定 通報知通安全事件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心臺幣3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還 並令限期改正借其未改正者暗次處罰之 20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3條第2章章名第6條第3章章名第8條至第12條 委員余婉如等18人提案第7條第8條第11條及第13條均佈於採納 21 通過附帶決議一項 22 條字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本案審查完畢並按擬據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爵 需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蔡召集委員易於出取說明 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上次的會議事錄有沒有任何錯誤或遺漏的地方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議事錄就確定 那現在我們介紹今天練習的官員 首先介紹立法院林之嘉秘書長 高明秋富秘書長 王權忠顧問 秘書處吳慧玲處長 議事處高百祥處長 公報處尹張忠處長 總務處蔡衛明處長 資訊處張孟元處長 法治局陳清雲局長 預算中心方清風主任 國會圖書館張立民館長 中南部服務中心賈洪奎主任 議政博物館黃淑美館長 人事處吳福輝處長 主計處黃燕蕭處長 還有行政院主計總處公文預算處羅力廷專門委員 好 以上是今天立法院列席的官員 那補充介紹在場的委員 段宜康委員 鍾孔趙委員 林維州委員 好 那我們今天上午呢 我們排定的議程呢 是要繼續審查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關於立法院主管收支的部分 那有關於巡答的部分已經在11月27號 第16次全體委員會議報告跟巡答完畢喔 我們現在就要來進行處理 那我們會先處理稅入再處理稅出喔 那就請這個議事人員就是直接一併宣讀 請參閱107年度立法院主管單位預算的提案 二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68萬元 20項 立法院68萬元 一募 賠償收入及其中一般賠償收入均為68萬元 二款 財產收入713萬8千元 21項 立法院713萬8千元 一募 財產支席及其中租金收入均為610萬8千元 二募 廢救物資售價103萬元 七款 其他收入22項 立法院97萬9千元 一募 雜項收入97萬9千元 其中收回以前年度稅出41萬4千元 其他雜項收入56萬5千元 繼續宣讀 107年度立法院主管單位預算提案 稅入部分 案號1 委員 業益金等三人提案 四款 財產收入 財產支席 租金收入 增列20萬元 宣讀完畢 請參考107年度立法院稅出機關別預算表 三款 立法院主管35億4千233萬7千元 一募 一募 一班行政17億1997萬9千元 二募 委員問政業務13億5086萬4千元 一募 委員稅費及公費2億9272萬5千元 二募 公費助理7億7千299萬4千元 三募 國會交流事務4460萬元 四募 委員會館1億026萬5千元 五募 問政相關業務1億4028萬元 三募 議事業務1126萬4千元 四募 一把諮詢業務448萬6千元 五募 國會圖書業務4740萬3千元 六募 公報業務1億2273萬3千元 七募 黨團補助1356萬元 八募 一班建築及設備2億6903萬8千元 一募 土地購置9千488萬元 二募 營建工程1千820萬元 三募 交通及運輸設備1千196萬元 四募 其他設備1億4千399萬8千元 九募 地獄費金300萬元 提案部分 稅出部分 案號2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一募 一班行政 簡列1千萬元 凍結5千萬元 三 委員段宜康等四人提案 一募 一班行政 凍結500萬元 四 委員林維州等三人提案 一募 分支科目 01 一班行政 人員維持法定 編制人員待遇 凍結100萬元 五 委員吳智陽等三人提案 一募 02 一班行政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業務費 特別費 簡列219萬元 六 委員楊正武等三人提案 一募 02 一班行政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凍結10萬元 七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一募 02 一班行政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十 設備及投資 簡列300萬元 凍結600萬元 八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一募 02 一班行政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水電費 簡列50萬元 凍結200萬元 九 委員楊正武等三人提案 一募 02 一班行政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凍結100萬元 十 委員李君毅等四人提案 一募 04 一班行政 公共關係等 密書業務經費 一班事務費 簡列110分 十一 委員吳志陽等三人提案 一募 04 一班行政 公共關係等 密書業務經費 業務費 凍結900萬元 十二 委員業務費等三人提案 一募 05 一班行政 資訊管理業務 簡列200萬元 十三 委員李君毅等四人提案 一募 05 一班行政 資訊管理業務 一班事務費 簡列125萬元 十四 委員李君毅等四人提案 一募 05 一班行政 資訊管理業務 資訊服務費 簡列150萬元 凍結1000萬元 十五 委員李君毅等四人提案 一募 05 一班行政 資訊管理業務 設備及投資 凍結200萬元 十六 委員林維州等三人提案 一募 05 一班行政 資訊管理業務 凍結100萬元 十七 委員楊正武等三人提案 一募 05 一班行政 資訊管理業務 凍結400萬元 十八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一募 05 一班行政 資訊管理業務 凍結500萬元 十九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一募 05 一班行政 資訊管理業務 一募 05 業務費 資訊服務費 凍結500萬元 二十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一募 05 一班行政 資訊管理業務 業務費 凍結500萬元 二十一 委員吳志陽等三人提案 一募 05 一班行政 資訊管理業務 業務費 資訊服務費 凍結200萬元 二十二 委員林維州等三人提案 三募 議事業務 凍結200萬元 二十三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三募 議事業務 凍結500萬元 二十四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三募 01 議事業務 院會議事 業務費 凍結100萬元 二十五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三募 02 議事業務 委員會議事業務費 凍結200萬元 二十六 委員段一康等四人提案 四募 立法諮詢業務 凍結200萬元 二十七 委員蔡宇等四人提案 四募 立法諮詢業務 凍結20萬元 二十八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四募 01 立法諮詢業務 大陸地區旅費 减列125萬6千元 二十九 委員蔡宇等四人提案 四募 01 立法諮詢業務 法治諮詢業務 凍結20萬元 三十 委員蔡宇等四人提案 五募 國會圖書業務 凍結200萬元 三十一 委員李均毅等四人提案 六募 01 公報業務 公報行政一般事務費 减列180萬元 三十二 委員楊振武等三人提案 六募 01 公報業務 公報行政 凍結1000萬元 三十三 委員蔡宇等三人提案 六募 01 公報業務 公報行政 業務費 凍結100萬元 三十四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六募 01 公報業務 公報行政 業務費凍結100萬元 三十五 委員蔡宇等三人提案 六募 02 公報業務 文書印刷 業務費 三十四 委員蔡宇等四人提案 六募 02 公報業務 文書印刷 凍結500萬元 三十七 委員蔡宇等四人提案 六募 02 公報業務 文書印刷 凍結10萬元 三十八 委員李均毅等四人提案 八募 02 一般建築及設備 營建工程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减列1000萬元 三十九 委員李均毅等四人提案 八募四節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資訊軟硬體 軟硬體設備費 减列840萬元 凍結1680萬元 四十 委員李均毅等四人提案 八募四節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雜項設備費 凍結960萬元 四十一 委員王玉敏等三人提案 八募四節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設備及投資 凍結500萬元 四十二 委員吳智陽等三人提案 八募四節 凍結300萬元 四十三 委員吳智陽等三人提案 八募四節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設備及投資 雜項設備費 凍結500萬元 第四四至五十四案分別為 委員林維洲等三人 蔡毅宇等四人 吳智陽等三人 油美女等五人 油美女等四人 蔡毅宇等四人 段依康等四人 李均毅等四人 鍾孔趙等三人 李均毅等四人 鍾孔趙等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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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孔趙等三人所提之主決議 內容享書面 宣讀完畢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處理稅入的部分 然後再處理稅出 那稅入的部分有一案是 葉毅經委員的提案 那這個部分 其他委員要幫葉毅經委員說明 跟那個主席跟委員報告 這一個案 我們我們的那個主管單位 有跟那個葉毅經委員有溝通 葉毅經委員也本來是從一百萬 它降到兩百萬 一百萬 增加一百萬 現在變增加二十萬 所以原則上 我們溝通的結果它也改列了 所以這個案子我們同意 同意 好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就是稅入的部分增加二十萬 增列二十萬 對 好 那這一案通過 接下來我們處理那個稅出的部分 稅出的部分 第二案 第二案這個是本席的提案 那這個是有關於整個立法院 從去年開始到現在 每次的這個 有民眾曾經抗議的時候 立法院的這個巨碼的架設 真的是讓外界的觀感非常的不好 因為我們新國會一直強調說 開放的國會 人民的國會 結果每一次都是不成比例的這樣的一個部署 抗議民眾可能幾十人 但是動用的警力跟那個巨碼 把整個國會的這個形象 真的是做得很像戒嚴時期 所以這個部分外界也有很多批評的聲音 應該要改善 那我不曉得這個立法院要怎麼改善 會怎麼改善 這個是我提這個案最重要的目的 我希望是一個合理的 這個符合比例原則的一個部署 那這個是不是 秘書長你們這邊答案怎麼做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原則上外面的計碼的部署是警政署 當然他會智慧我們 那希望說怎麼部署 那我們當然就跟他就盡量低度部署 但是他們有時候他們也會有擔心說 他們如果萬一他們被突圍或怎麼樣 其實他們也都要受處分 所以在這種原則上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都是 我們會跟他講說 我們盡量低度部署 而且盡量部署的時間 能夠盡量減少 就是說如果他架設 晚上架設 然後那個城抗一過 立刻就把它拆除等等 所以我想原則上 我們會盡量再跟警政署 跟台北市政府 我們會再盡量的溝通 就是說比如說這個圍牆 部署 城抗事件的處理 所以我們是這麼建議 就是說 凍結部分 就簡列部分 不要簡列 凍結部分是不是能夠 凍結 本來是5000萬 現在是不是能夠把它凍結少一點 比如說凍結成100萬或200萬 然後我們提出書面報告 就讓我們動資 這樣子 那我們也來跟那個 這個警政署這邊好好檢討 這樣子好不好 好這個案子 包括最近 柯P他還講說 立法院行政院最好築高牆 就是 他覺得我們立法院的圍牆太低了 築高牆 這樣他們就可以減少人力的部署 所以我覺得立法院要有態度 外界也在批評 柯P以前說要推倒高牆 結果 這個上個禮拜的整個 遊行抗議之後 他竟然說 立法院跟行政院要築高牆 那這個我們立法院要有態度 柯P說足高牆就足高牆 柯P說我們立法院是民意機構 所以跟公務單位是不一樣 所以原則上我們不會這樣處理 對呀我認為立法院要有自己的態度 不是台北市長說了算吧 我們是憲政機關 怎麼會是一個台北市長說 我們立法院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有有 我們已經有反應了 有反應嗎 對不對 對呀 我們是反對這樣的做法 你把整個立法院變成是一個監獄 然後再駕鐵籃桿 駕兩公尺高嗎 還是幾公尺高 不是那個問題嗎 應該是在溝通的問題嗎 好 所以這一案的話 就改動好不好 好 好 來這個李委員 這個案子 我們還是要討論清楚 立法院周邊的管制 從來不是立法院秘書處 可以指揮調度的 那這個現象也不是這一屆才有 從上一屆就一直如此 那我們也多次反應 那警政署就是不甩你 其實也不是警政署 其實最重要的是台北市警察局 他就是高興怎麼部署 就怎麼部署 所以用這樣的預算刪減案 或是凍結案 來要求立法院的秘書處 我認為不合理 所以這個非常清楚嘛 這個要求應該是要求警政署 過去我在內政委員會有特別針對這個 也有凍結他們的預算 這個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這個來要求立法院秘書處 我覺得沒有道理 我們應該要求立法院秘書處的是什麼 第一個 國會的態度是什麼要表達清楚 國會是一個民意機構 所以他當然歡迎民眾來 但是 一定還有一定的秩序嘛 依照原來現行的相關法律規範來規範 第二個 比如說剛才主席特別提到的 柯批這樣的態度 那立法院就是反對嘛 立法院就是反對嘛 剛才秘書黨也表達很清楚 立法院第一時間就反反應了嘛 就說立法院不適合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認為這個案子在這裡 老實講沒有什麼道理 沒有什麼道理 我們應該要求的是警政署 應該要求的是台北市警察局 那當然台北市警察局 我們也要求不到啦 所以應該是要求警政署 所以我不贊成這個案子 好我補充說明一下 剛剛其實秘書長也有講 基本上立法院是憲政機關 他要怎麼部署 不可以是他片面決定 他其實還是要尊重立法院 這個部分我相信秘書長應該也知道 每一次警方來 他不可能是自己說要怎樣就怎樣 一定會知會我們立法院 那我同樣的態度是 我們立法院要一個態度出來嘛 我們的比例原則是什麼嘛 我們把這個清楚的原則告訴警方 讓他用這樣的原則 按照立法院的意思來部署嘛 因為這個是 不可能是警政署可以片面決定的啦 他一定要尊重立法院 那我這個提案的要求就是說 我們立法院的態度要夠清楚 我們每一次的溝通都很清楚的去傳達 我們的訊息是什麼 就像剛剛提到的 今天一個台北市市長 他說立法院要架高為強 那立法院是很明確的訊息說 這個方面這是屬於我立法院的自主的權利 不是台北市政府的權利 這個架為強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由台北市政府來決定 那就是要一個態度出來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提案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因為過去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 絕對不是警政署可以片面決定 一定要尊重立法院 這個也是實情 警政署也是這樣子告訴我 他一定是要 他一定是要取得立法院的同意 他才有可能進行 所以我想兩邊都有責任啦 警政署那邊 內政委員會的委員應該要要求 那這邊至於立法院的是我們屬於司法法制 我覺得我們立法院也要一個態度出來 好來林惠舟委員 這個喔 部署這樣層層據嘛 為助立法院喔 當然 因素很多啦 警政署那邊呢 我們 在這個委員會我們當然約束不到 我們也 很難找他來說清楚 講明白 他到底 為什麼要這麼部署 那當然因素一定很多啦 我們可以想像的大概 他們怕出事嘛 要保護委員嘛 保護國會正常運作嘛 正常的理由一定會說這些理由嘛 那當然 剛剛也有講啊 就是說他們自己的責任 他們怕出事 像秘書長剛剛提到啦 影響他們自己的工作 責任 不想擔負任何的責任 所以 反正就部署越多 越不會出事 越不會像太陽花一樣被突破 這個 我都可以理解啦 不過 這個 軍醫委員剛剛提到的 我是覺得是這樣啦 你看大家回想一下 我們之前 曾經因為 部署 然後 委員要進入開會 然後發生了一些問題 甚至委員被 民眾所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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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 侵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在部署的時候 一定要跟 立法院 有 某種聯繫 然後呢 如何確保 比如說 其中之一就是 確保委員的安全 那 那 會關係到 部署的方法 你知道嗎 怎麼部署 委員從哪裡進入 這個要去好好去想啦 我們當然不希望 不管是民進黨 或國民黨的委員 在層層巨馬包圍 但是要進入開會 進入辦公室 就是 處所的時候 受到 人身安全的危害 那這個是 可以改善的 就是說 你通道要從哪裡進去 聽說我們立法院 有 地下道嗎 就是 有 從某個地方 然後地下道可以到 議場 那邊嘛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能可以去想一些辦法 讓將來這種事情不要發生 就是說你去 巨馬圍了很多 然後民眾在外面 那到底我們要從哪個缺口路 進去 然後那個從哪裡 從議場要回到辦公室 要走什麼樣的路線 這個是可改善的 可研究的 那我覺得這個 提出來 然後我們再去思考 凍結一部分 然後去思考改善的方案 如何確保 我們裡面的意識運作 不受干擾 確保 委員人身 不受侵犯 那 將來我們立法院每一次 警政署要來部署的時候 都應該要跟我們 應該一定有跟你們開會 說要如何部署 然後委員從哪裡進去 這個是有改善空間的 所以我還是 建議 就是說凍結一部分 當然還是提出一些改善的計畫 這個改善計畫 也許是要我們立法院跟警政署 一起去商討 然後可以提出更好的改善計畫 謝謝 謝謝 好我們 是不是讓第一次發言的 吳正文先發言 再來李軍委 不好意思 那個 這個我有一點敢想要講 那其實我中間有一屆我沒有做過 就是第八屆 那我現在回想跟第六屆第七屆比的時候 現在這種防禦公式是比較常態化 佔的比例 一個會期裡面 有這種佈置的也比較多 那我會感覺到 除了這個重要的陳抗以外 我們平常有些委員會 開會的時候 我覺得在院區裡面走動的警察 也未免太多了一點 那我們有一個感覺 我們常常經過一些地方 我們就有聽到 那些警察在用無線電在講 現在林維州委員進到院去 現在林維州委員 我覺得 有點overreact 然後我覺得我們好像在被 隨時在監控 還是黨團拜託他們 勸我們假動要出席 還是怎麼樣 這個是 有點 我們不是很舒服 所以這個案子 我覺得如果是用動劫的話 是合理的 那我也贊成剛剛李俊毅委員講的 這個部分 內政部那邊 要反應 那我們自己立法院要檢討 那除了 我覺得內政部那邊主要是說 對外面陳抗的人 的部分 他的處理 那我們立法院要檢討的是 我們自己院區裡面的動線 那我說實在 在一些重要議題的時候 我們自己為了防人家 結果我們自己立法院進出很不方便 非常非常不方便 那這應該要想個辦法 我們的怎麼樣用比較不影響社會大眾 又比較確保我們自己委員進出的安全跟順暢 這件事情是值得檢討 那因為我過去有曾經做過地方的首長 這個警察局說實在 其實首長不太能控制他 不是不太能控制 他到底是聽署長的還聽你的 有時候真的要考慮一下 那如果是他陳抗的對象 大概如果是你地方政府或分支大會 大概你這個首長 我想要寬厚一點我想要嚴格一點 我好像還可以決定 但是如果他的陳抗的對象是中央部會 甚至有這種 比如說立法院總統府什麼的 我看中正一分局 或是這些 他恐怕是聽署長的 不會是聽科批的 這樣子 那所以我是覺得在這方面的話 應該是他們會跟受保護的單位做聯繫才對 你需要怎麼樣的保護 你需要加強還是說現在不需要那麼多 可以撤退一些 我是覺得立法院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參與度跟主導性 所以我是覺得說不能都推給警政署 那警政署看你們自己的需要 你們的規劃嘛 所以我想兩邊都要各有提案 這個我是支持趙偉的提案 那是不是就是按照秘書長的建議凍結200萬 好來 立委員你再補充 我請教一下秘書長 有關這個陳抗要在立法院附近部署 那是不是都有跟我們溝通 那你們每次的溝通 是不是都有充分表達說低度管制 那最重要的是保護委員的安全 都有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在這裡建議啦 如果主席堅持要動我是建議那要加文字啦 因為你寫的內容是指外面的陳抗 外面的陳抗你來刪憲政機關的預算 這老實講講不通啦 那最重要你要寫說 包括立法院內部的規劃什麼 這才解釋得通啦 否則這樣的文字出去 人家會覺得你這個是鬧笑話 因為警政署如何部署 結果你刪的是立法院的預算 這個不好啦 所以我在這裡建議就是說 這個要分清楚啦 這個要分清楚 如果加一點文字包括內部的規劃 那如何跟警政署溝通 這個我沒有意見 那本來就是雙方嘛 但是如果這照原來的寫法 他是說外面陳抗警政署的部署 結果你刪立法院的預算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只是做這樣的提醒 好 那代理康委員 這個建議立法這個民主長這邊啊 準備一個你們可以接受的文字啊 因為如果照這個提案啊 會造成很大的誤解 譬如說 105年2月1日 新國會上任以來 已經動用高達數萬名警力 這個動用數萬名警力 好像我們一次動用數萬個警察 在委立法院的感覺啊 那 是啊 人次啦 對不對 所以剛才包括 這個林維州委員 吳靖良委員都提到說 到底保護委員 他也不光是保護立委啦 你來一個部長 上一次這個有部長 有縣市長在外面就被打了 被追了 對 那個時候大概有很多人要求 警政署要下台啊 那對警政署來講 他當然害怕嘛 那你萬一有個風吹草動 你萬一跌倒在地上 他都要負責任 那他怎麼辦呢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不讓他圍 不讓他保護 那我們這樣子 就要跟他承諾說 被打死也不要你負責 這也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啦 這個 這個立法院 我們剛才民主長說有凍結兩百萬是你提到 對 我是想說他們 我本來是本來想要建議凍結五十萬啦 五十萬 那既然你比較大方 你現在沒有大方我們也沒有一見 但是我們是希望說不要提專案報告啦 不是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啦 你們去修一下文字 改書面啦 重要的不是這個 我想趙偉的意思 也不是說叫你們提報告而已 重要的是你們要有動作 譬如說 請院長去邀這個內政部警政署 那談清楚 這個規範應該怎麼規範 這個比較重要啦 好不好 好 你們把這個文字你過來 這個案子先保留一下好了 好 好來 蔡宜宇委員 這個提案齁 那我想齁 因為台灣民主大概在這個時候 承抗是很頻繁的事啦 跟過去會有很大的不同 那現在的承抗也不像過去 過去大概所有的承抗 都是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指揮系統 那從最近這起波看起來的承抗是 大概都是比較自發行為 所以他們比較不會接受指揮 所以確實警力在做這方面的部署的時候 會有他的困難 但是我們從反連改的那一次的承抗中 我們看出說 警政署的部署又太超過了 就是說連我們自己要進來都產生障礙了 所以我覺得說應該是要請 立法院跟未來警政署要去溝通的是說 那未來因為有因應承抗還是要有相對應的警力部署 只是他的部署跟立法院內部的動線的一個規劃 我覺得應該要去考慮的是這一塊 而不是說因為有承抗有警力部署 所以我們來砍來凍結立法院的預算 我覺得這個是本末導致的 所以當然我也是贊成像段委員所說的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把文字上做一個調整 那金額的部分如果秘書長已經有說了 那我就不用再說再做任何的改變 好 謝謝 好 那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案子我們就按照剛剛秘書長建議的 凍結兩百萬 文字的部分剛剛有幾位委員的建議 就是包括說內部怎麼樣的一個動線是比較合宜的 文字修正 那個議事人員很厲害嗎 這個 議事處 議事處 你們在幫忙 調整一下文字 修一下文字 這可能跟總部署有關 我們就授權你們調整剛剛的文字 然後凍結兩百萬 好 然後就書面報告 OK 好 那第二案 就按照 等你們文字上來之後 大家確認沒有問題就通過 來第三案 第三案 是段一康委員的體驗 这个我在质询的时候问过 那当然这个立法院的制度 这个主管家籍跟其他的行政部门不太一样 那当然你们有提过这个有历史的缘由 但是把民国57年行政院的公文援引到现在 然后就大家就这样子英雄下来 是应该要检讨 譬如说民主长你知道 我们这个兼任特种委员会的秘书 也可以领主管家籍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知道我们修宪委员会 兼任特种委员会的秘书 包括兼任修宪委员会 兼任纪律委员会 纪律委员会多久开一次 多久开一次 没有案子就不会开嘛 对不对 对他不定期啦 对但是他是存在的 对我们都有选出纪律委员 对所以我们不开会 他也领主管家籍 对不对没有错吧 对了 所以我们这一届纪律委员会开过几次 这一届好像还没开过 没开过对不对 过了快了一半了对不对 他有组成但是没有开会 但是没有开会啦 对不对 对那他这个兼任纪律委员会的 检任秘书的秘书啊 检任秘书也领主管家籍 经费集合委员会多久开一次 经费集合委员会现在就是 每个月要开一次 每个月开一次 对 程序委员会每个礼拜开一次 对 修宪委员会有没有组成没有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組成 所以還沒有組成就沒有兼任的問題 是這樣子嗎 現在有沒有兼任修憲委員會的秘書的 有沒有 有啊 現在有沒有 有啊 那他有沒有領主管加級 有啊 對不對 那我們這些萬一都沒有組修憲委員會的 沒有組成修憲委員會 他就領這個兼任的這個秘書領四年 目前是這樣沒錯 對不對 這合理嗎 你們就藉著這個名目 就大家就就就就就 那個修憲委員會 他現在目前這一屆就有很多委員提修憲的提案 那這些提案都會送到修憲委員會去 他要做整理 只是說現在還沒有組成 所以他為了整理這個修憲提案 他就可以領主管加級 那我來兼好不好 對 你自己兼不客觀啦 我來兼啦 不要在這邊扯這些有的沒的啦 我也不想當壞人 前右不是我出的 對不對 但是大家建立制度啦 所以主席我的意見是這樣子 這個我也不另外就凍結 我就凍結在那個剛才兩百萬裡面 好 謝謝啦 但是你要跟我們提書面檢討報告 要提出相關的規範 好 然後要提出你改革的具體作為 你不要只跟我說這個因為歷史留下來啊 這個是同仁的權益啊 那你要怎麼改 你要告訴我們好不好 那個我會要求啦 我會要求把它徹底再檢討 合理的我們來處理 然後不合理的我們可能就要把它刪除 好 那第三案的話就是 合併第二案凍結兩百萬 第四案 明慧州委員的提案 好 來 好 來 好 我這個提案說明裡面有提到啦 這個也是城抗事件變多啦 住警反而減少啦 那到底 將來有沒有辦法擔負這個內部 住警當然針對內部啦 內部的這個安全管控啦 各方面的這樣子的 擔任這樣子的任務啊 所以你們到底有沒有什麼 改善的措施 那這個部分我們當然也是希望 你們對於這個內部 住警減少人力了 然後將來的部署會不會 因為外面城抗又變多 然後你內部的住警又變少 那你到底將來你要如何 維護內部的 包括委員安全 包括行走動線 包括官員的安全 你們有什麼具體的改善的計畫 也是要請你們來做報告啦 針對內部的 那剛剛講的是 城抗是針對外部的 那這個住警的部分是針對內部的 好不好 這一部分 這個科目跟前面那一部分 可能會不在 因為前面是大象 那這個是比較在細象裡面 那這一部分 我想這個 委員長你要說明一下 這個跟那個第二案 其實有點雷同啦 有點相關啦 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建議 這個凍結的就不要了 不要凍結了 然後我們提書面報告 這樣子來處理可以嗎 所以也是在前面那個凍結案裡面 對對對 但是這個就是只針對住衛內部 提一個書面報告給我們委員會 好 好啦這樣可以這樣啦 一併凍結啦 好 那這個 第四案 林偉州委員等人的提案就合併 也是一樣合併到第二案 凍結 兩百萬 然後再提書面報告嗎 好 那接下來第五案 吳智陽委員的提案 這邊議事處 有說合併 議事人員 合併處理第六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案 都是有關於議事程序的處理 我們請吳智陽委員先說明一下 好 要一次講 沒有你先講你的 好 就講我的 但是其他案大家可以承 其他我不是 好這個第五案 其實是這樣子啦 因為 我們 一般民眾對現在最厭惡 就是說國會的亂象 藍綠二鬥等等 但是我意思說 當然這個現象在之前 在王院長在當院長的時候 雖然亂中是有序的 那基本上還多少能兼顧一下 多數 這個尊重少數 那我覺得在這一屆 我看到就是說 當然有一些特別的案子 比如說 大家應該印象很深刻 大家花很多精神的這個 前瞻預算的時候 從條例開始到預算開始 一連串的 違反法律名文的規定 還有議事規則 甚至最後要表決 才用一個一事不二議的這個原則 那當然這個還是 我們有去申請示現 但是說實在這個 整個就侵害到 我們立法院運作的基本的一個信任 那後來我們發現在 未還委員會在審一例一休的時候 也是有這種 有一些這個委員 有一個程序上面的違法 那個議事規則都可以隨便 隨便他解釋的啦 那當然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是期待 院長 副院長跟 秘書長跟副秘書長是站在比較 因為拉扯的兩方 當然各有各其詞 但我們希望這些是屬於比較中立 而且能夠站在議事規則的這一邊 來排解紛爭 但是我們發現就是有點 完全在配合執政黨的演出 所以 這個我們非常非常的不滿意 所以 建議這幾位 包括院長 副院長 秘書長 副秘書長的特別費 我們覺得應該全數刪除 以示 成績 那第十一案要一起講嗎 還是一案你六案 就是那個六十一二二二三二四 十一案 十一案也是我提的 那我就順便講 那這個就是講到 好 民主黨這上次有問過啦 就是說院長應該要自己宣誓 這個行政中立的三個原則嘛 不參加這個政黨的活動 那上次我們在尋打的時候也講過 那我們發現 其實他都違反這些自己的承諾 比如說在蔡總統 這個在台北賓館宴請民進黨立委 我們覺得因為只有請民進黨立委 我們覺得他是以民進黨主席的身份在宴請 那這個時候 政府院長都跑去 說是給他面子 但是說實在已經違反了自己的一個承諾 不應該參與政黨相關的活動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等於是公關的業務 我們希望予以凍結 這個 這是多少 9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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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夠凍結這樣子 這是我的兩個提案 好 那林維周委員又有相關提案 因為我有相關提案 我的是22案 還有22、23、24 對 22 我的是22 也是關於這特別費的部分 意識業務裡面的 意識業務裡面的 22案 OK 是這樣啦 我們是期望 院長、副院長 或是各委員會的意識人員 還有當然包括林志佳秘書長 我們希望你們是可以做公道博 這些政黨跟政黨之間的 競爭 甚至 有時候會有激烈的對立 這個是 民主常態 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政策不一樣 意識形態不一樣 這難免 在立法院工房 甚至有時候 大家都 身體衝突 全世界的 國會 也是所在難免 所在多有 很難免 但是 院長、副院長、秘書長 還有意識人員 是 某種程度 雖然我們還是政黨政治 但是 大家還是期待 能夠盡量遵守 意識中立的這樣的原則 所謂的中立 不是說他要他掏心掏肺出來說 我變成是一個透明人中立 而是要依據 意識規則 程序正義 因為這些都是有法律的規定 就是說盡量你要依照 這個 法律所規定的 議事規則 來主持會議 當然 在 能夠 調和鼎奶 那是最好 大家都認為這樣子 是 作為一個 院長、副院長、秘書長的高度 應該被民眾所期待 也是會被各政黨所期待 我們的期待是這樣子 我們當然不可能期待說 民進黨執政 民進黨多數選出來的議長 院長、副院長 會來非常關愛我們 會來幫助我們 那個也不符合政黨政治的基本原則 但是盡量符合法律所規定的這個議事主持 的那個風格 這是我們期待的 要做公道白了 盡量 唉 在議黨 我們少數 表決我們不可能會贏 這個大家都可以預知結果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過程 執政黨 多數 然後 而且那個席次 多那麼多 大概不可能有意外 再怎麼 我們在野黨 再怎麼 聯合其他在野黨 也不可能 在表決上會贏 所以對於這個法案 其實我們都可以預知它的結果 如果執政黨 如果執政黨 他們 意志要遂行 然後一定可以通過 這個我們都可以了解的 可以 可以肯定 預知的 只是說這個過程 我們在野黨要的是什麼 就是說有表達意見的空間 然後當然進一步 除了表達不同的意見的空間之外 進一步 當然我們更希望說 在野黨的意見 可以融入 除了表達意見 不同意見之外 可以融入 執政黨多數意見裡面 然後形成政策 這個 兼顧 在野黨 關心的 這個 這一群的民眾 而不是指 讓多數 的執政黨 然後他們關心的 那一群 這個 當然這個是我們的期待 好 第一個 表達意見的空間 要給在野黨 然後按照意思規則 所謂委員會中心主義 這個 這個 這個要求 不過分 第二個 進一步如果說 我們的少數意見 能夠 形成 部分的 政策 那是更 更是我們所期待的 所以我們對你們 不是說 只是要砍 砍這個 預算 特別費 而是說 期待 希望可以 將來可以 更 能夠讓在野黨 有這樣的空間 我以上所說的 這樣的 空間 謝謝 好 那這當中呢 也有本席的提案 那 我提的 二十四案跟 二十三案跟二十四案 一樣涉及到 都是議事的問題 包括剛剛 前面兩位委員提到的 委員會中心主義 事實上 這個是第九屆國會 蘇家賢院長 他自己 在 上任的第一天 他的就職典禮 對外公開宣稱的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發現 這個 並沒有落實 包括 前陣子 除了這個 一例一休 聯習 經濟跟未還聯習 才討論兩條而已 一樣是半夜 就是十點多 然後就說 這個 不用再討論了 直接 就送出去委員會了 不用再討論了 之前在處理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我在那個 外環委員會要處理這個 紅十字會法 要不要廢除的問題 委員會竟然 這個執政黨的委員 都刻意不簽到 不出席 讓他留會 就是欺負在野黨 說你只有世襲 用這樣子的手段 去杯葛 這個委員會中心主義嗎 要傳要廢 委員會難道連談都不可以談嗎 不能談 那前陣子剛發生的是 農田水利會的事情 應該要交鋒 委員會至少要討論一下吧 你民選要改官派的這件事情 連討論都不用討論 直接禁負二度 委員會完全被架空啊 拿來什麼 委員會中心主義 連討論都不用討論了 那這一些種種的 第九屆我們看到的亂象 這正是蘇院長他宣誓要改革 他希望去落實的 結果都沒有落實 我覺得立法院應該要給一個說法 我們沒有看到 院長針對這樣子的事件 他以一個院長的高度 他說了什麼話 沒有啊 他就說 那這個就 執政黨 民進黨 那民進黨就負責 好像不對吧 那他當時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原則 他說要開放的國會 透明的國會 落實委員會中心的國會 如果說一個院長 他是有這樣的一個主張 跟理想跟想法 那應該以院長的高度 想辦法 當有違反這些情況的時候 他應該是要出來 要做一些的協商 跟處理跟解決嗎 但是沒有看到 所以我想這是為什麼 這麼多委員提相關的 議事程序的這樣子的一個案子 那這個 是不是秘書長 你可以代表院長發言嗎 還是我們只能問到院長本人 你回覆一下 這個都是跟議事程序處理有關的議題 好 我當然不能夠完全 這個 我當然只能代表我自己發言 自己院長副院長 因為這個都有牽涉到 這個 這個院長副院長的一些 什麼 經會特別會 所以我想原則上 我們對於 這幾個 第六案 第五案 第六案 第十一案 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 二十四案 我是建議 這個其實是可以變成一個案子 一個案子 那至於針對特別會 我是覺得 這個是可以不需要 這個 這個 吳智陽委員 當過首長 那個針對特別會 我是覺得應該是 這不需要有 不需要針對特別會 所以 所以 不需要針對這個特別會 來做這樣處理 那 原則上是不是 這幾個案就 並案 然後我們 針對我們 議事 還有中立的問題 如果大家 還有一些 認為我們必須要有一些 聲明或立場 我們會做一個 書面的報告 然後 給我們委員會這樣子 但是也不要專案報告 有書面報告 我們會來做整理這樣子 可以不可以這樣處理 好不好 那個 吳智陽委員 有 民進黨委員要發言嗎 好來 吳智陽委員先講 我說 雖然這幾個案子 感覺上 其實不滿的東西都一樣 都是議事 那為什麼會從 這麼大項裡面挑特別費 對 因為說實在這議事 一般的議事 其實我相信 公務員是議事總理 但是 那領導風格 就是這幾個首長 那你弄其他的費用的話 其實是 苦到其他的人 那 只有這個特別費 有給他刪 有給他動 這幾個首長 才會警惕 才會改變 這個立法院的文化 才會改變 還有另外就是說 我記得 秘書長上次有來報告 就是 其實我們一例一休以後 不是一例一休 前瞻預算過了以後 我記得有開一次 就是針對議事的部分 有沒有 那一次 其實那個報告已經弄完 可是報告完 依然顧我嘛 所以你在書面報告也沒有用嘛 對不對 你看現在未還 剛剛我看那個提案寫得真好 對不對 那個時候 柯總召以前講 哪有議事規則規定 委員會在討論條文的時候 一個委員只能發言一次 哪一條 你跟我講 現在就是變這樣子在審查了嘛 所以我是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改善啦 所以你 不是 不要說書面報告 我覺得連專案報告 感覺上 也上次的文字都已經 也報告過了 那主要還是希望 在幾個首長要改變他們作風啦 要體認自己 真正 人民 立法院其實很大耶 立法院其實在人民心目中 應該是要比政黨 選舉出來 這個所謂一時執政幾年幾年的這個 更要有一個 一個中立性 一個崇高性啦 我是這樣提案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這整大幕當然要山要洞 多少大家可以討論 但是 好像特別費沒有洞到他這個 首長沒有 沒有感覺咧 好 就這樣子謝謝 好 那個還有誰要發言 中委員呢 好 我想針對特別會大概 因為大家講的 包括志陽兄剛剛特別提到 你也擔任過首長 我想特別會不只是 這些首長 他可能對外機關也會用到 包括一些的 我們也有時候也會透過人民的請託 希望能夠透過院長 副院長能夠送一些中堂也好 或者其他一些相關的一些發展 其實這些都是在特別會裡面 但是如果我們是用醫師規則 或者是醫師的處理的方式 來用特別會作為手段 讓院長或者副院長或者秘書長 去保持行政上的中立 我想這個也不是一個辦法 陳如剛剛維州講的 這麼多年以來 大概院長 希望期待的是院長 有一個比較公道站在中立的立場 我想我們針對特別會是一個手段之外 是不是陳如剛剛秘書長報告的 其實我們想法大家都一致 希望在處理醫師的規則當中 能夠保持行政上的中立 那麼這些的做法 是不是會後可以請秘書長 做一些書面報告 怎麼樣做檢討做改進 讓我們對於所長的特別會 也有做改善的機會 那這樣我們下一次還可以再進一步 再針對醫生審查的時候再來做討論 以上說明 好來那個李委員 特別費的部分 那本來就是首長在運用 那秘書長也沒有請過我吃飯 所以我個人是沒有意見 但是這裡面的理由我非常有意見 這本來就是義式的工房 一次不二義這個是我的憲政主張 你們也申請四憲了嘛 如果大法官認為是錯的 那我願意跟大家道歉 但是這個就是義式工房憲政主張 那議長就幹嘛 議長就是說好那就大家 訴諸大家的決定 就是如此而已 所以用這個來當理由說 好院長你要負責任 因為我不喜歡你 因為你不跟我同黨 乾脆寫這樣的理由就好 所以其實是這樣 其實提出來的問題 委員會議長根本不參加 對不對 那這個院會 院會主持 那最後就是只有一件事情 這是憲法大法官事件裡面有解釋過的 就是最後是國會多數的決議 就是如此而已 那如果你們對這個不滿 那大可以提出修法 或是你們對這個不滿 以後國民黨說的都是對的 我也沒有意見 如果這個修法可以通過的話 所以用這個理由來說 議事不公正 然後來說議長不中立 所以要刪議長的特別費 這個老實講 我是非常有意見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分清楚 分清楚 就是說你到底要講什麼 那議長的特別費 老師講是什麼 我猜在座委員也都沒有被請客過 他們在處理外賓 一大堆 你看我們有多少外賓來 一天到晚在處理這個 那你刪他的特別費 意義在哪裡 意義在哪裡 所以我的講法非常簡單 我的講法非常簡單 其實第九屆 比過去幾屆來 這個議長中立的確認 其實更明顯 那也許還不滿意 那大家繼續來努力 那不是說用這樣的方式 老實講 我不太贊成這樣的內容 所以這一件事 這些提案我反對 好來 由委員 我想在立法院其實是以這個 我們是以合議制 所以其實是立法委員的意見 還有各個黨團的意見 所以院長是透過黨政協士 所以這是我們立法委員 還有就是各個黨團之間 大家彼此如何去協調 那非常遺憾的是 在我們這一屆 經常是大家已經簽了字 然後最後又把這個 原來的簽字的不算數 所以這是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應該要去檢討的 那用這樣的方式去苛�責 議長不中立 那要來選擇 刪這個他的動結 他的特別會 還有刪他的特別會 我是覺得是毫無理由 那對於苛責說 所有的議事人員不中立 我想在我們的立法院裡面 哪一個議事人員 他能夠做主 所有的議事人員 一定都是聽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最大 所以在這裡是我們立法委員 怎麼樣自己去溝通協調的問題 所以呢不能夠去苛責 所有的議事人員 我們不應該他們非常的為難 所以如果說好今天這樣的一個刪除案 這個動結案 或是這個刪減案呢 通過的話 那的意思是什麼 以後所有 國民黨講的話你就要聽 否則的話你的特別會就會被刪除 所以在這裡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還是回到我們國會自主 我們所有的立法委員 大家能夠所有事情 怎麼樣去溝通協調 那自己做出的決定 不能夠用這個去苛責議長 或是苛責所有的這些的議事人員 好來請林慧舟委員 這個 我們完全沒有那個意思啊 說國民黨說的 然後議長要照做 不然我就刪你的這個 特別費啦 你們不要這樣講 我們剛剛說明也說明得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只是希望說 議長 就是有院長 副院長主持會議的時候 要如他們所宣示的 要中立的主持會議 所謂中立的主持會議 一定是依據什麼來中立呢 不是依據他個人意志啦 老實講 當然個人心態是有關係 但是主要是要依據法制嘛 依據法律規定 議事規則 這些 明文規定的這些法律 還有沒有明文規定的一些慣例 來主持會議 也不要去偏頗嘛 我們要求的就是這樣而已 不是說要順遂我們的意志 我們審過那麼多重大的爭議案子 哪一次是能夠順國民黨的意呢 沒有一次啦 我們是少數嘛 這個我們都認知 到最後的結果 我說我講了嘛 到最後結果我們可以預知 只是這個過程 做為一個少數的在野黨 我們要的是 表達不同意見 還有 進一步貪心一點的話 希望說少數意見也可以融入政策 但是這個需要什麼呢 需要我們的院長跟副院長 主持會議的時候公正一點 我們才有剛剛講的那兩個空間 否則 也可以抽出 直接進負二讀 不討論 我們直接表決 那這個這樣子 少數在野黨 就我剛剛講的那兩個 卑微的要求 表達不同意見的要求 或是甚至說 少數意見融入政策的 這樣的期待 都不可能產生嘛 都用表決 然後甚至 俊毅委員 李俊毅委員剛剛講說 你也可以去表決一個說 以後 那個國民黨的意見 就是 這個 一定要按照國民黨的意見 只要表決的過 就好了 不 不可能啦 表決不能違反法律啦 不然我們可以來表決 總預算 做一包 直接表決 可以嗎 我們來表決一下 總預算我們來表決一次就好 然後三讀並做一次 不是來表決總預算一個案子嘛 可以嗎 多數也可以這樣嗎 你還是按照法律跟慣例嘛 來處理 多一點耐性 雖然結果大家都知道 因為多數到最後還是要 討論討論到最後還是要 進到少數服從多數 這個我們理解 我們要的是這樣的過程 主持會議 更中立 更依照意識規則 至於說 爭議 意識規則的爭議 好吧 那個已經是 有去釋憲 我們就 尊重釋憲的結果 但是 老實講 現在釋憲還沒出來 我們也 不能去定論 因為是各自的意見 我們認為有違憲 你們認為沒有違憲 但是 我請問 一個問題就好 以前這樣的方法常常使用嗎 律師長 你如果 你在立法院也很久了 以前就進到立法院 一事不二一這樣的事情 在立法院常常發生嗎 還是第一次發生 這個 不用講 我們都知道嘛 這個是很少很少發生的事情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例子 不是慣例 法律有爭議 對不對 不是慣例 而且法律有爭議嘛 我客觀的講 就是說 當時這個 用一事不二一的方式處理 第一個它不是慣例嘛 如果是慣例 那就好啦 這個開會就很貴啊 每一次都一事不二一 然後委員提案 都做一次而已嘛 只要一次就可以解決所有其他委員的提案 所以不是慣例嘛 然後法律有爭議嘛 那我們主持會議一定要 常常讓它發生 不依照慣例 然後讓 處理的方式 常常讓法律有爭議嗎 我們其他的就是不希望這樣嘛 處理議事的過程 不要說 這個不是慣例 然後呢 常常這樣子用 法律有爭議的方法來主持會議 我們期待的是這樣子嘛 我不是說我一定是對的啦 我說視線一定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那確實是爭議嘛 OK 所以喔 我們來繼續討論嘛 這個要 這幾個案子要怎麼來處理 好 謝謝 好 吳俊陽委員 我基本上還是對院長副院長 民主長副民主長有期待 我覺得你們的本質應該都很好 不錯 那 但是我想有幾個觀念跟他溝通 當然這個我們講一視波異這個是現在在釋憲 但是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 誰也說不準 這個一定是核憲還違憲 但是我覺得 那個是大法官的問題 不表示一件事情最後沒有違憲 預算不能處理 不能刪 那我們拿一個預算案跟違憲有關係 好 那 違憲 那是一回事 那是到一個蠻嚴重的一個基本的問題 那至於這整個處理的過程 我們認為有處理不當 處理不公 不妥的地方 我們當然可以提 預算的一些案子嘛 對不對 好 那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議長 院長 我們是包括地方的議長在內 我們是希望這個院長跟議長 要有一點智慧 他不是一個主持會議的機器 就是說他不能有自己的思維 他不能說 你在野長這樣 你都是這樣 你們自己談 談不容 那我就只要表決囉 他當然這樣是很公正 那問題是沒有 那何必請這樣子的人做院長呢 是不是 他應該是站在一個高位去做 比如說 像這個案子我就認為說 在這種情況下 要不要用這個所謂一事不二一的問題 即使多數黨提出這樣子的要求 當然最後可以用 他可以主持用表決的問題 但是有一個聰明睿智的院長 他看到這種提案 他會覺得說 這樣對以後國會運作可能不好 我就想像王院長做的時候 他會跟你們講說 或者國民黨說 這樣不通啦 這樣不通 賣賣賣 我相信會這樣 所以說不一定是說 死板板的 就是說 那就是反正多數表決 這樣子就是一個 把院長的租屋做得很好的部分 我講一個事情 我們上次不是開那個就是 育民委員召開那個嗎 就是檢討那個 一事不二一的議事程序有什麼問題 我記得當時 柯總召自己 自己搶著第一個要發言 他要先說明 上次那一事不二一的處理過程 他認為是一個非常太 非常規的一個處理 那既然連提案的委員 他自己都認為這個是非常大非常貴 那我們期待他應該要公正理性的院長 他怎麼會沒有設置到 這個是一個不太妥當的事情 從而讓它發生呢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還是在這一方面 要有一點責任 那至於說 Mina你說你這幾個案子 到底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我不是主席 有不能問你啦 等一下可能還有同仁要發言 等一下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因為這幾個案子 要不要等蔡委員 發言完 蔡委員的舉手 讓他發言完之後 我們再請秘書長 同意回覆 好 那講到了 到底院長跟秘書長 那在 好 先說院長跟政府院長 在主持會議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做 才是符合大家 包括在野黨都能期待的 政府院長 不過我覺得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是要回到了立法院的一個議事工坊 那 如同柯總長講的 一事不惡意 它並不是一個很常態 它是非常態的一個 意識的一個技巧 那我們執政黨認為說 這個也是 我們在意識運作上 我們可以去 執政黨可以去使用的一個方式 因為這個方式 我們面對的是說 在野黨就是國民黨 你們在我們提出相關法案的時候 你們是用暗海的一個方式 這是你們提出的一千案兩千案 那這整個用意在於杯葛 那過去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我們也曾經用過這樣的方式 可是我們民進黨會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我們用一個提案的海 是為了要跟你們做溝通 那我們到了一個程度之後 如果你們願意讓到哪邊 我們就願意妥協 我們這些相關的案 就會把它撤掉 但是現在面對的就是說 在不斷的朝野協商的過程中 我們也如果講到前瞻 在當時前瞻的時候 我們也願意撤回部分的一個預算 而且這個撤回的預算 跟過去國民黨在 不管在國民黨所提的這個特別預算 暗中撤回的一個金額 事實上也沒有比較低 我想這個協商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野黨仍然拒絕 對 仍然拒絕 本來都說好了 後來又不算 後來又不算 所以才會變成說 我們在議事攻防上 有做了我們的一個選擇 就是說好 那我們只好運用一事不二意 這樣的一個技巧 議事的技巧 來讓執政黨的政策可以推動 所以在這個事情的一個 議事的一個選擇上 本身院長就不好再去發表他的一個意見了 難道他能跟執政黨說 不要啦 你不要用這個啦 你不要用一事不二意這樣的一個意思技巧 那如果我們不使用一事不二意的話 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那一千個案到現在還是表決不完啊 一萬個案到現在還在表決啊 對啊 那所以就變成說 很多時候就是在意事上會有這樣的選擇 那我們用這樣的原因 現在要來砍他們的特別費 基本上我覺得這兩件事情是 是不當的 那我們可以再去思考說 我們其他院長做得更好 對 可是不能去跟他的一個特別費 去把他這樣勾在一起 這個我們是反對的啦 那包括我們現在在處理這個預算的過程中 我們也是大家也是在溝通 那如果要回到了主席之後就說 好吧不然就表決 那我們就反對 那這個案就不用討論下去了 所以這個本身就是 在主持議事的時候會有一些選擇 那我們就是表示說 我們不希望用這樣的原因 去call他們的特別費 如果這個案子我們讓他成立了 對外的一個觀感就是說 他們好像在這件事情就是做錯了 所以他們特別費被砍了 站在我們執政長的立場 這件事我們是不會讓他 這兩件事去成立的 所以你們如果真的認為說 議長可以做到更好 你們可以用別的原因 別的原因去要求他們做到更好 可是如果你用他這個議事的處理 你們認為不當 要去砍他的特別費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不會接受的 好 好 我想有關 好 我們先請民主長回應好了 先做第一階段的回應 好 我想這個 這個院長副院長還有我跟 我們副秘書長 一般來講我們對於這個 行政是不是中立 當然各個不同的委員 各個不同的立場 有不同的評論 原則上我們都尊重了 我們都尊重各位的這個評論 但是如果把這個過程 我想簡單說明一下 大家也稍微回憶一下 就是說這個過程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在面對一萬多個提案 然後我們要在做處理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我覺得院長他也是極力希望能夠協商完成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是協商好久好久 而且達成協議也幾乎都有三次達成協議 那當這個協議最後很可惜就是反對黨還是沒有同意 最後的一點點最後實在是沒有同意 我想這個過程那個林維州書記長都在場 那所以其實是費盡心思在協商 這真的是這樣子 那個真是沒力沒力協商好久 協商之後實在是破裂之後 才不得已表結了2471次 才把這個處理完 那這個過程當然都很辛苦 也不是說這個大家願意這樣做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可能大家必須體會 因為如果不這樣子來處理 不這樣來表決 事實上這個立法院等於是沒有辦法應轉 那對院長副院長他們的職責就是 立法院還是要有應轉的機會嘛 所以才會這樣子來處理 所以我想我們的確是真的是站在公正中立的立場 來處理這個事情 處理宴會的所有事情 所以這個我想請各位委員能夠來理解 那我們很願意就是說 如果說還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也願意來做看怎麼樣來做補強 那所以我再一次的懇求委員就說 不要簡列或凍結這個特別會 那針對這六個案是不是 我們就並成一案 然後我們再提一個書面的 針對我們可能有一些空間 或者是我們解釋的立場 對於中立的立場 我們再提一個書面給各位做一個 這個委員會做一個報告 然後這六個案就 就並成一案來處理這樣子 是不是可行 我想恳請各位委員能夠來同意 謝謝 好來請林慧州委員 好啦這個 那個前瞻計畫已經過去了 但是我就是剛剛就一再被點名了 所以我還是要再說明一下 因為當時參與學商的是我是 參與學商的人 守謀 所以當然要再解釋一下 就是說政黨之間意見不同很正常 對事務的看法會有不同的角度 學商過程 我們也不是說無理取鬧 說故意沒有理由的 然後一直推翻學商的結論 當然不是 你總要對外你總要去講 做一個理性的人 理性的一個政黨 你不可能沒有理由的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理由 就是大家理由不一樣 各自有各自的觀點 好 我再簡單講 那時候學商最後 為什麼沒有達到這個 最後一理路把它完成學商呢 主要針對這個軌道建設 大家有意見 還有 再把它限縮軌道建設裡面 我們到最後國民黨也退讓說 好 只針對軌道建設 然後還沒有做評估報告的 新興的 這部分我們有意見 如果已經執行當中的 我們就通通過 你看一直限縮 我們也 國民黨也是 我當做這個主談的學商角色 我也說 那我們再有疑慮的 就是針對說 他還沒有做好各項評估的 財務評估 環境評估 什麼衝擊評估 還沒做評估的 我們先把它拿掉好不好 那部分就很少了喔 好 結果但是呢 達成結論的最後一刻 執政黨告訴我們說 我們 一定要附帶一個決議 就是他可以用 預備金 直接 在今年 就是 今年 等於直接可以用預備金 去做評估各方面的報告 然後 做完 繼續在前瞻計畫裡面 繼續去執行 所以等於有 有三等於沒三 這個 增結在這裡嘛 如果你們接受我們說 好 這一次的一千多億這一期 先不要放 那一些 還沒評估的鐵道相關的計畫 如果你們接受 其實那一次的協商就完成了 但是你們還是不接受說 可以現在先讓你 那個 凍結 然後等我們用預備金把它 做完評估以後 這一千多億還是要給我們用 等於有三等於沒三 好啦大概是這樣子啦 所以大家沒有達到一個結論嘛 所以齁 各自有各自的理由啦 你們覺得那個 應該要做提振經濟 怎樣 各方面呢這個是執政黨的依據嘛 我們認為說那個有疑慮 可能會達不到我們想要達到的目的 提振經濟各方面 將來維護費用種種種種 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前坑跟負擔 OK 這個過去了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即使說大家到結論齁 沒有辦法達成的時候齁 那協商達不到目的的時候 可以不可以就用這種 一事不二義的方法來處理呢 這個是值得質疑的啦 不是說齁 在一黨不接受協商 然後我們就用一事不二義 我想這個這樣子的邏輯齁齁 在哪裡都行不通的啦 齁 那好 按海 提很多案 啊就可以用一事不二義 這個齁 在意思規則上面 當然也可以被挑戰的啦 能不能用一事不二義 其實跟你有提幾個案子 沒有什麼關聯啦 如果以法律上面的觀點啦 他不會因為說 喔 你當時因為有提一千案 所以就可以用這個一事不二義 如果只提一百案 就不能用一事不二義 法律的解釋絕對不會這樣子啦 不會因為你提幾個案子 就可以用那個方式嘛 所以 這個我們是立法委員啊 大家都知道這樣的法律概念啊 到底行或不行 OK 其他就是都是協商 然後各自去負自己的政治責任啊 我們要提一萬個案子 然後被罵說你亂提或是怎麼樣 這個是國民黨要承擔的啊 承擔的政治責任跟民眾的觀感嘛 那我們要這麼做 我們就要去承擔這樣子的社會的評論 我們當然不希望每一次都這麼做 那個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才有協商 我告訴各位啦 如果齁 就 用所有的議事規則 還有少數服從多數 然後就可以解決立法院所有的問題齁 我認為沒有那麼簡單齁 在野黨一定是 要限縮 或是保守的使用 所有可能的杯葛 的手段 才 讓 才會讓立法院齁 真正可以運作啦 如果在野黨齁 雖然很少數 他要運用所有的 盡所有的可能去行使杯葛的話 這個立法院一定不能運作啦 我敢保證啦 因為議事規則規定的 都還有很多空間 好我簡單舉個例子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我們提那麼多案子 大家被大家質疑 那請問總預算呢 總預算總共 這個公預算就接近一兆 然後將來的這個國營事業的預算 也將近一兆 如果我提到科目 我給他算一算 光光那個目 做到目 如果我提案 針對目來講不要結啦 就一千五百多個目 一個目我提一案 難道算多嗎 一個委員 針對總預算裡面的一個目 我只提一個案子 凍結或是刪減的案子 這樣算多嗎 可能是一個單位 我提一案而已 那我們一百多個委員 我提一案就是一千多案 我如果真的很認真 每一個幕我都去看 然後我提一個案 30萬 300萬 或是凍結多少 你看我就可以提一千多案 你能說我是在 背隔岸海嗎 我針對一個幕子提一個案子 如果要這樣做 當然我們 審不完 審半年也審不完 所以我們知道 那對於在野黨來講 針對預算 針對機關 我去提三檢或凍結的案子 也是我的天職 一個機關我才提一個案子 這樣算說 你無理杯葛嗎 應該不至於吧 但是是不是審得完 永遠審不完 一百多個委員 一個人提幾十個案子 就幾千案了 所以到最後都要寫上 這個是弔詭的事情 就是說 日本本來就是來刪減預算的 或是凍結預算 對於不合理的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的工作 我又不能增加預算 又不能指揮行政單位 要去做什麼做什麼 我只能刪減預算 我只能凍結預算 針對浮邊的我就刪減凍結 這個本來就是我的工作 而且只能做這個工作 我也不能指揮你們去做什麼 也不能去增加 那我這樣做 就一定會審不完 只要我盡責就會審不完 不盡責的話 就很容易審得完 所以要協商 因為那個實在是 科目太多了 總預算 OK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真的在野黨 執政黨都不跟在野黨 做一些協商的話 那我們真的是運作不下去的 而且我不是無理的 在野黨不用無理 就會讓立法院運作不下去 尤其在總預算審查的時候 一個單位我才提一個案子 就可以提 大家提出來的案子 可能就一兩萬個案子 那要怎麼審 是 所以啊 我們想一下 我們希望了 這個其實是期待 院長 副院長 秘書長 還有我們的議事人員 將來可以 第一個 更尊重立法院以前的慣例 不要常常使用特例 來處理議事 這個 議事不二議 可以是 我不敢講說他一定違法 但是一定是一個特例 這個 科總召自己都承認 那個是不是慣例 這個不是正常的方法 是特別的處理方式 我們希望不要一再 出現用特例來處理議事 的進行啦 我們看怎麼樣子來 來來來來期待你們啦 好 謝謝 主席在這邊也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今天上午是處理立法院的預算 下午兩點我們要處理 如果按照原來表定 下午兩點是要處理總統府 所以待會呢 就是如果說大家都還有爭議的 沒有共識的 我建議就先保留 好不好 因為還有很多案子要往下處理 那這個案子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大家也想一想 就是 大家溝通一下要怎麼處理 那原則上 今天的預算處理 我都不會動用表決 我要讓大家充分的溝通討論 有爭議的就保留 因為我們還有朝野協商 還可以繼續討論 好 現在休息五分鐘 我們上午見 你 與你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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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化 就是说 中文字 中文化 先先做 因为 感谢观看 中文化 中文化 至于 中文化 中文化 包括包括 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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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到底要怎麼改善 因為現在都已經是行動了 那委員個人問政諮詢的無法下載 已經無法下載 這個無法下載是因為那個我們在那個 我們那個錄音錄影的規範裡面是 規範不能下載啦 所以我們有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做 除非把那個稍微改變一下 那個規範是你們制定的嘛 內規嘛 既然委員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我覺得你們應該可以去開放 就委員如果有登記 他有下載這個影音需求的 當然是服務委員啦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要再次 他需要去上到他的臉書 或者是他把它做成他的問政的影音的資料 那好不容易我們錄了這麼多 都去錄了 那委員要再加以應用的時候 變成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樣太限制性了 也不符合委員的需求嘛 一般來講我們現在是那個規定是 那個規定是只能下載本人啦 不能下載別人的 對 下載本人啦 本人是可以啦 但是別人的是不行 這樣子 他有牽涉到 如果別人有銷箱錢或什麼 你把它下載別人的 那這樣子是不行 所以如果只有本人的話 好 原則上我們是可以的 是這樣子 嗯 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們 我們的困難就在這裡而已 那這個議案是不是可以你們在 我覺得你們這邊再徵詢一下 就是院會大家委員的一些意見好不好 就是我們的開放程度 那如果說有一些大家有使用上的需求 然後他也願意被下載 就是廣泛的使用 那是不是你們 你們應該做適度的調整 再徵詢委員的使用需求跟意見好不好 好 我們按照這樣子我們來檢討看看 但是原則上如果有 要下載別的委員的話 事實上必須別的委員 要徵得他的同意 對 他的同意才行 不然不能夠 如果你下載本人 自己的 我們原則上我們會讓你下載 對 我的跟楊正委員的體驗是不太一樣 我的還有包括說 現在各個委員會 竹條討論 程序發言 會議詢問 有的委員會有影音 有的委員會沒有 這個是非常不一致的做法 你們自己呈現出來的報告也是 那你們說 你們的理由是說 各委員會的召委要主動提出來 然後你們才會做 我覺得應該不是這樣吧 如果我們的整個影音設備 那麼完整的話 我認為應該都是要 要 要錄製下來的 然後供委員 他其實是可以去下載的 你們現在有的委員會是沒有開放 這個很奇怪 一般來講 這個委員會的 我們都是由委員會的召集委員來做處理 那如果召集委員同意 那我們都會同意啊 那如果有召集委員他不同意 那我們也不能夠說 就 這個是由召委來決定嗎 因為現在的影音平台 對於個別委員來講 他在立法院 不管是在院會在委員會 他任何的發言 他應該都很希望 是有這個發言的紀錄的 因為對他自己去展現他的問證成果來講 他其實是應該是都希望有被記錄下來 然後他就可以去使用嘛 那你們現在的情況喔 這個你們自己提供的資料 這個程序發言的話 司法法治委員會有影音 教育財政跟院會有 其他委員會沒有 然後提案說明也是 司法有 教育有 財政有 院會有 其他委員會沒有 然後公聽會是司法有 教育有 財政有 你看這個就很不一致嘛 但是以委員問證來講 無論他的程序發言 提案說明 跟公聽會的召開 我覺得這不應該是要有委員會的差別 也不是授權讓個別招委去決定 而是院會應該要全都錄嘛 你都錄下來之後 委員他自己去斟酌他要下載哪些影音 這樣才合理啊 因為我每一次的委員會招委隨時在換人 沒問題啦 我們一併來處理 那你們就一起處理這個 我就 你們答應處理 那這個案子我就不凍結了 我們一併處理啦 這沒問題 就是全部嘛 因為你們自己的表格呈現就是不一致嘛 就是所有委員會的程序發言 提案說明跟公聽會 我們都有影音檔 那之後就是讓委員可以個別去下載 好不好 就是全紀錄啦 我們就來處理 好 那這樣我18案我就 17、18就改成主決議 好不好 就不凍結了 好 那就主決議然後書面報告啦 對 然後你剛剛允諾的這個要寫進去 就是各委員會就是要影音處理 我們 我們處理 然後19 好 那19案的話是那個有關於這個影音的流暢度啦 剛剛記者委員提到嘛 就是說這個影音還是會有延遲或定格的情況 都是因為頻寬嘛 對不對 頻寬不足嘛 對 報告一下 好 那個對外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透過CDN的推播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請中華電信改善了 那內部的部分呢 我們會去推廣一下 應該在內部走內網 透過我們的IVOD 內部的內網 因為很多同仁要回溯看 所以這樣有大量這個頻寬的需求 那這個部分我們去各委員會辦公室去說明一下 報告一下 好 那中華電信那個部分在積極改善 應該是一個月之內就會改善了 一個月之內嗎 對 對 一個月之內會改善 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不動結 改主決議 然後你們說一個月內會改善嗎 好 改書面 這個是第19案 然後接下來20案 20案這一個 我覺得我們現在那個 有一些那個立法院的系統 你讓那個助理他是沒有辦法 在外登陸到這個系統裡面去使用 比如說像派車這件事情 他其實是沒涉及到什麼機密 但是呢就一定要助理回到立法院的系統 才可以幫委員派車 他人在外面可能在忙 委員交辦他說趕快幫我派一個車子 他是無法在外使用的 像這個我覺得就很不符合行動辦公室的概念 這個一定要改善 這個你們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做吧 有一些事情 不是機密事項 他只是行政事項 而且是助理要幫委員代辦 你方便他不是只有在院區 登入他的個人電腦才可以使用 他在外他登入他個人的密碼 他一樣可以在外去完成一些行政事項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做的吧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在顧及資安跟一些機密性上 我們剛才做了一個初步的討論 我們採委員的行動的小的 要用必要的辦公室的攜帶的方式 用APP的方式來做好 可能透過軟屏啦 因為放在網站上真的是有很多不宜公開的資訊 那我們會做一個調查 看看這樣子一個行動的行政事務的簡單的APP 真正必要的是哪些項目 那我們就積極來辦理 你們這個多久要辦理完成 這應該可以很快吧 我覺得各辦公室應該都會有這樣的需求 因為助理有時候是跑來跑去 你什麼都要求他回到立法院的辦公室 這一台電腦前面才可以處理 不太合理 不設計機密的事項 我覺得是應該要這樣處理 好 因為是重新開始 現在目前是沒有 所以可不可以給我們 我們盡早先寫個書面報告 然後真正完工 剛剛同仁告訴我說 至少要給我們五到六個月的時間 半年 太沒有效率了吧 太久了啦 半年耶 我們盡量加速 盡量加速 需要點時間 下會期開一三月就要用了啦 三月喔 可以嗎 這個應該是很簡單 這應該是很成熟的城市設計 這有什麼 對啊 這什麼呢 這怎麼要拉線 這沒有拉線的問題 這很快吧 就是有一些完整的行政作業程序 需要一點時間啦 可能有一些要 行政程序啦 要招標 要廠商來設計 要奉合啊什麼的 我們還是 奉合就加速行政流程就好 四月啦 四月啦 我們盡量加快 好 謝謝 四月好啦 對啊 就是以四月完成為目標 好不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就不要凍結啦 萬一你們沒有做到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要求 會要求 秘書長你掛保證 這一個案子強力督導 好啦 我們會列管啦 你們會列管 對 好啦 那就不要凍結 好 就是四月完成 列管 列管的一個 全力去完成的方案 好 這改組決議 20案改組決議 然後提書面報告 然後 明確的騎乘就是四月完成 好 好啦 第21案也是 剛剛合併 合併了16案了 22 23 24都是剛剛前面講保留 好 來 25案 25案是這個 會議室 我上次其實也有跟秘書長講過 現在這個 會議室 如果要調度這個會議室場地 現在竟然是要求各招委自己去找會議空間 這好像是不太合理 統一了整個會議室的管理跟調度 譬如說 要像我們司法法治文會小一點 如果法務部一來 各地檢來 這個是爆滿 需要這種比較大的場地 我認為這個統籌事項應該是要回到 回到 立法院吧 不是讓各招委自己去想辦法 自己去找其他的招委來喬吧 如果他有提出說他想要換大一點 應該是你們去幫忙調看看 如果沒有再回覆他沒有 應該是這樣比較是讓整個運作比較制度化吧 我們會協助啦 我們會協助來處理這件事 你們是協助喔 這是你們的責任吧 場地 場地為什麼一個招委要去負擔那個場地的大小 他沒有能力啊 因為空間只有 譬如說我們大會堂 那個九樓只有一間而已啊 所以 還有那個 那個 有啊 101啊 不是 101那個經濟委員會也很大間 還有那個群選樓101也都是比較大間啊 就是必要的時候 如果有招委提出需求 應該是你們去調度看看 如果沒有再跟招委說沒有 而不是說他自己 他要去找 找其他不同的招委自己 去跟人家商量 這很奇怪吧 好 我們會 我們會 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會請我們那個 各委員會的主任秘書大家來協調 對啊 那必要的時候我們就來主動來處理 應該是你們來處理 不是讓招委自己去借場地 這個 招委要負責借場地 好 對啊 我們會請我們的所有主任秘書 各位委員的主任 你們自己去協調嘛 你們自己去調度嘛 調度不行再跟招委報告嘛 好 好不好 好 好 那你們如果有承諾的話 那這一案就 就不動結 就不用了 對 改組決議就好 好啦 改組決議然後改書面 好 那第26案段宇康委員的提案 段委員的提案 秘書長 我要跟你請教的事情 是 要注意聽 嗯 我認為啊 法治局啊 是非常重要 對 但是如果立法院的法治局 只是擺著做樣子 應該要猜測 嗯 如果立法院的法治合理來說啊 你知道我們 每一 每一屆啊 大概 立法院要處理的法律提案有多少 你可不可以想像 我以上一屆為例啊 四年喔 光是政府提案 就是 包括 這個 行政院可能最多嘛 有748個法律提案 委員提案啊 有4704個 合計是5452個提案 當然有一些是重複啦 那有一些是做業績 我們也知道了 但是至少政府提案大概不至於這樣 因為政府提案沒有公都盟的問題 我們在常常啊 立法院面對 政府的提案 或者委員自己的提案 我們在審查起來啊 其實有時候會很心虛 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提案 因為政府提案它經過 相關部會 反覆討論 甚至要經過行政院好比 政務委員主持跨部會會議 然後經過行政院的院會或者是要 會嫌 然後才送到立法院來 那我們審查的時候 幾乎拚天財啦 靠著我們自己的幾個公費助理去收集資料 或者自己聽一聽啊 上網去查一查就要審查人家的法案了 那委員個人的提案 去連署來的 到底有沒有問題 到底合理不合理 會不會有進和的問題 或者有其他的副作用 我們其實啊 見樹不見林 我們自己單打獨鬥啊 也很單薄 那要靠什麼 靠立法院的專業幕僚啊 對不對 審預算是預算中心 對 我們審法律案是法治局 那你知道 法治局啊 的這個研究能量 你知道大概有多少嗎 我去查了這個法治局啊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呢 你們法治局現在分成 局長你們分成六組對不對 五組 我們有八個委員會你們分五組 你們五組的人力是平均分配啦 但是你每一組的業務 都平均嗎 我也不曉得我們司法法治 為什麼跟經濟啊 擺在一起 可是如果就法律案來講 最多的應該是司法法治 應該是司法法治 你看我們隔壁的國防外交很少啦 我們樓下的交通也很少啦 司法法治 內政也蠻多的 到底你們這個去 人力的調配是怎麼調配的 你五組分配 這個平均去分配 這樣合理嗎 這第一點 第二個問題 你們既然是我們 審查法案 立法的幕僚 那你們這些研究員 副研究員 他是法律的專長 或公共行政的專長 那我們也知道 在立法過程裡面 可能還需要其他的專業背景 好比說 這個財稅 好比說地震 但是你比例上面 這四十幾位 研究員副研究員 至少合理來說 你法學專業訓練的背景的 一定是要佔大多數嘛 其次是公共行政嘛 那我就不要一個個點名 你們自己知道 你們專業的比例 法學 法律訓練專業比例 到底比例有多高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你們研究員啊 這十二位研究員 十七個 有幾個十七個 十七個 十七個 有幾個十二個職等的 沒有那個大 報告 報告委員 我們那個 法治局的現在研究員 有十七位 對 幾位十二職等 他們是那個 都到十二職等 都十二職等 十二職等在部會 大概就是主任秘書啊 我們法治局 光是十二職等研究員 有十七位 每一年啊 產出多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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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成果啊 過去三年 我跟你們調的 這個 也有 三年喔 就是 上一屆開始 上一屆最後一年 一百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今年嘛 也有三年 做了六個案子 六個報告 提了六個報告 六點八三啊 這個因為跟人家合體啊 所以有小數點 也有四點三三 也有 這個副研究員啊 三年 做了四個報告 那多的呢 有多到三十個報告 那你這個 為什麼勞役不均啊 這是第三個問題 你即便做了三十個報告 三年 一年做十個報告 他是十二指等啊 你放到每一個部會 都是主任秘書啊 都是司長啊 那我們養這些研究員 這這麼好看我沒做 我可以有主機來做嗎 譬如市長 我沒做理由 我可以來做嗎 我有主機嗎 我可能沒主機 說我沒主機 我沒主機 我想要做也沒辦法 對啦 好 第四個問題 不管他做幾個報告啊 你們給我說這三年他們做了報告 分成三類 對不對 局長 一個是法案評估 這個法治局應該做的 一個是叫做專題研究 一個叫議題分析 總共啊 法案評估啊 做了 這個叫做 272個案子 三年 這四十位啊 我們扣掉啊 去年有一位轉任的 兩位退休的 有四十位 對不對 光法案評估 什麼叫法案評估呢 就是政府送進來的法案 委員的提案 他對這個法案做評估的 三年有272個案子 四十位啦 你會算數 會不會算一位做幾個案子 6.8個案子 三年啊 我們四捨五入好了 算三年一位做七個案子 那除以三啊 一年做兩個報告多一點 法案評估 我剛才告訴你說 我們不要講上一屆 這一屆啦 從去年到 第一到第四會期啊 光是政府提案 四百四十一個法律案 加上委員提案 三百一十八個法律案 加起來 三千五百五十九個案子 你們 四十位 研究員副研究員 一年對於法律提案 評估兩個案子 那你們怎麼選擇的 那你們法治局 照道理說法治局要有功能 是要大幅擴邊 對不對 你們四十個不足以應付這麼多案子嘛 那我們面對龐大的行政部門 我們法治局要大一點也合理啊 那我們還沒有擴大之前 你們好歹不要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脫離現實 好 你看你們的那個 你 局長你 你知不知道你們的 研究員在做哪些報告 你有看過嗎 你告訴我 這些 這個資料你給我之前 你看過沒有 我看過 你覺得他們做的都是該做的嗎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事實上我們法治局 那個就是說 法政背景的人才大概有三分之一 其他還有地政 因為我們第一組是負責內政 那第二組是負責那個外交 我有 一開始跟你講過 需要其他背景 但是比例問題 你法政喔 這叫法律跟公共行政跟政治 加起來三分之一 我認為 你法律背景的要超過三分之二 你其他的專業背景的 那個三分之一還差不多 沒有那個法律背景有三分之一 就是說他們有法學碩士 或者法學博士學位的 比例還是不對啊 其他還有公共行政 比例還是不對 好你繼續講 那我們目前的這個業務 當然因為只有五組 那所以說我們要對應 八個常設委員會 所以我們採用這個任務編組的方式 那每一組的這個人員 大致上都按照這個比例來這個分配 那也看這個業務量的這個多寡 來做分配 除了司法法治委員會 這一屆比較開始有用到你們之外 其他的各委委員會 根本就沒有用到你們 有開會有叫你們要去做 法條要去幫忙做幕僚嗎 司法法治是比例比較高一點 那內政還有財政也會有 那經濟委員會是比較少 我跟你講喔 局長 你要承認喔 你們其實是不務正業 這樣子不足的人力 你們做法案評估272個案子 你們做專題研究 跟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叫做什麼 議題 議題研修啊 做了477個案子 好 我跟你講喔 我唸給你聽喔 新加坡青年就業之研修 這個是一個案子 防止兒哨接觸垃圾食品相關問題研修 欸這個不是不重要 你法治局去研究 你法治局去研究 防止兒哨接觸垃圾食品相關問題研修 你是在寫碩士論文嗎 我們立法院的法治局 是我們在處理法律案的幕僚 專業幕僚 你們花那麼多時間來 扶植中間企業帶動產業升級之策略研究 校園安全與危機管理策略之研修 澳門後期中等職業教育發展與啟示之研修 台泰台灣跟泰國經濟發展之人才培育交流 這個就是你們研究委員的報告對不對 那個報委員喔 因為這些有些議題的這個研修是我們配合 比如說像政府的這個新南向政策 誰叫你們法治局去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你坐下來 你越講我越生氣 女性警察制服之研修 蛤 你們研究女性警察制服要幹什麼啊 孤狼式恐怖攻擊防治之研修 那你們去行政院嘛 你們不要留在立法院嘛 網路軍事化之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機制研修 日本311震災後災害防救體系變革之研修 這些題目都很好 這些題目都不是法治局的業務嘛 你們法治局今天假設有400個研究員 你們行有餘力去做這些研究 我給你們拍拍手 秘書長 我的要求啊 我的要求是這樣 你們對法治局預算中心的改革啊 要有中長期 中長短期的處理 你想清楚 你要嘛 就擴編 讓他真正發揮功能 你在 要嘛就裁測 我們不要啊這種 我們養這麼多人啊 在那邊寫他們研究報告 做會議紀錄 不需要 然後在他們 不管是擴編 不管是裁測之前 你法治局 的這種研究方向 你 乖乖的跟著我們委員會 的法案 你們要替委員的提案把關 不要鬧笑話 我們有一些沒有看到的 我們甚至不服 這個法治用語的 法律有進和的 你們要提出報告 你這個報告可以 送給提案委員 可以給委員會 你如果怕委員尷尬啊 我就送給委員會嘛 這是你委員會的 甚至你去研究了 你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提什麼樣的法律案 那你跟委員會提建議 這個叫做法治幕僚 你們把大部分利器 去做這些 不應該是法治局做的 這些研究報告 這些專案 我坦白講啊 我講得難聽一點 你們是在混飯吃啊 所以在 所以在你們未來怎麼處理 我們立法院的專業幕僚單位 怎麼去做長程處理之前 你短期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好不好 好 好 是不是請委員同意回覆 好 我想這個 要請委員那個諒解一下 不諒解 我想 原則上 我同意委員的方向啦 就是說 如果 如果 人力 不足 那就擴編 因為我們 立法院的確需要 法治局啦 來提供 那個委員的幕僚 來做法治的幕僚 那我們現在的人 只有 四十幾個 其實真的 要配合 我們現在跟所有行政業 還有委員的龐大的 這個 所謂的提案數啦 等等 說實在我們真的有點先天不足啦 這是事實 對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先天不足 所以 對這種情況 我們當然就是要請 委員稍微 對這方面 能夠理解 那 對於委員 剛才說的 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本身的 這個 研究的能量不足啦 或者是 檢討整體能力的配置 加強信念 提升研究的值跟量 等等 這些 我覺得 我們 則無旁貸我們會 會做 短中期的 處理 那這短中期的處理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 委員這邊 能夠支持我們 如果我們 有必須要做組織的改革 或者是一些量的 那個處理的時候 或者我們提出一些 需求的時候 我們希望 我們立法院的委員 能夠來支持我們 你現在的狀況沒有改變了 你當然沒有辦法 不可能擴編 不可能 不可能同意你擴編 你現在的狀況沒有改變啦 我們下個會期就提案 裁冊法治局 因為 裁冊法治局 對委員來講 也不見得是好事 沒有什麼不好 對啦 所以我們沒有感覺到 你們有什麼做工的 好啦 道委員 你讓秘書長講 所以我們 原則上是我們要怎麼樣子 有效的加強 我覺得這個 才是段委員所需要做的 其實他真的也是希望 法治局能夠尊的做到 能夠支援我們委員的 所有的這個審查法案的一個能力 跟那個他的一個素質嘛 所以我們會朝這個方面來努力 那原則上我們現在目前 法治局的編制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 在這樣子 既有的人力之下 要做怎麼樣的改變 我想我們會 好好來討論啦 我們會來做一個檢討 我們也會向各位做報告 我想這個要提出的檢討報告 那個蔡毅委員其實有相同的提案 你講的是那個人力的配置嘛 那是不是一併 蔡委員你這一個案子 你要不要再補充說明 好 你講一下 補充說 我的27案跟29案 這兩案基本上跟段委員的方向是一致的 那我有列舉出27案 那我們現在就是看現在法治局有五組 那這五組基本上就是 按你們能力做一個除以五啦 平均分配 看起來是這樣 那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出說 基本上每一組 基本上他們相對應的委員的提案 基本上是有某種程度的落差 而且看起來比較會處理到 需要法治局這邊要提供任何立法的一些 一些法律意見的可能會落在 內政跟司法法治吧 內政跟司法法治這兩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們在人力配置上 只用單純除以五組 那以及說這五組中 為什麼司法會跟經濟在一起 外交為什麼要跟教育在一起 你們到底有沒有怎樣的邏輯的配置 還是你們只很單純的 你們只是把它說 摆到平均 大家這樣就沒意見 我覺得這樣的處理是很不適當的 所以這部分我希望你們 也應該一併要去檢討 那第二個我二十九案是 針對你們法治局中 就我了解我們第三組裡面 只有兩位是法律的專業背景 那我們在司法法治呢 結果你們只有兩位有法律的一個專業背景 我覺得這樣是很明顯不夠的 因為法治局就是要協助我們委員會的 在處理法律案的時候 到底這樣的法律案 他們的委員的提案中 他的文字是否是符合法律的用字用語 以及說這樣的一個法律提案 會不會跟其他的法律 會有漢格或者是進合的狀況 基本上我們都沒有看到法治局發揮功能 我們這部分就是跟段委員一樣的意見 希望你們要檢討 好 這方面我們原則上 我們認同這個委員所提的這些方向 我們會來想辦法看怎麼樣來檢討跟改進 或者是增加他的那個 他們的這個研究的那個數值跟數量 好 那這幾案的話 這個段委員跟蔡委員你們要動多少 你們兩 好 三個案子262729 合併凍結200萬 好 同意齁 好 那提書面齁 好 提完整的書面齁 剛剛兩位委員都表達很多 好 好 好 同意 好 那接下來我們處理 28案 那28案這個是兩案 叫到大陸地區的旅費嗎 對 你們今年其實也沒有花這麼多 對 所以簡列應該是合理的 我們希望說 是不是能夠留下一些錢 好啦 那要檢列多少 所以 所以就檢列 是不是檢列個70萬 檢列70萬 好 好 留個50萬給我們 好 28案檢列70萬通過 接下來30案是蔡易渝委員 圖書館業務 圖書館業務 這個有溝通過嗎 因為現在蔡委員不在 這個我們是希望這個委員 能夠接受我們的那個 說明之後 能夠 能夠測案 好 那那個蔡委員現在不在 其他委員要幫他講嗎 來 能不能請教一下 你們現在有把其他的這些 就是網路媒體的放進去嗎 來 圖書館 好 是 報告委員委員會喔 國會圖書館 基本上那個 蔡委員的意見 是要把 現在國會圖書館新聞系統 原有只有包括是 傳統的新聞媒體 加上網路媒體 那事實上 國會圖書館在今年度 就是106年度的預算 跟工作計畫 我們已經有做了這個案子 那在這個月份 12月14號 我們已經完成了系統的增見 那也完成了驗收 那國會圖書館 預計在明年的1月份 我們會正式的上限 以上報告 所以都會納進來嗎 只要是新聞媒體 有 有 你們現在有國外的嗎 國外的 包括CNN 有一份清單 是不是在送給委員參考 國外的都有嗎 對 我們平面媒體 路透社都有嗎 路透社 我可能要再確定一下 你要再確定一下 我有個確認的一個 你去確定一下好不好 我認為如果要收集完整 那應該就是相關的一些 屬於新聞媒體的 你們盡可能的把相關的訊息都收集完整 好不好 好 是 那這一案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改主決議 你們其他有聯署的委員 可以齁 好 那30案改主決議 31案李俊英委員 你要合併前面那這案就測案了 好 31案測案 32案 這個公報出要不要講一下 這個我們公報出好像是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凍結一千萬 同意凍結嗎 對 然後用書面報告 來說明 好 那就 有跟那個楊委員有提過 有溝通過嗎 好 那就是凍結一千萬 然後再做說明 對 那吳智陽委員的案跟這個有關嗎 你要不要合併凍結在這個一千萬 這個講的東西不太一樣 就是在 在我們這個議事轉播的時候 它旁邊 為了方便大家運用的時候 會有一個文字的記錄 發言紀錄 這個我知道這樣好像是人手有問題 對 對 所以 就看 就是比較急迫的 就很快就出來 那有些東西就隔了 快一個月吧 還是什麼 好 才出來 那這個部分 就是很多委員 有時候他必須要 做紀錄 或者是在 向選民說明他的問證的時候 這方面就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們這個才 我們動的理由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就是再動一百萬 好 那提書面 好不好 好 好 那33案凍結一百萬 34案 34案跟43案講的都是 就是提升翻譯量能跟翻譯設備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建議這個不要凍結啦 我們來 來 來改 改進 然後我們提書面報告 然後改成主結一好不好 我們這個 我們會積極推動 這個所有的 包括原住民啦 手椅啊 還有客家手椅等等 我們會盡量把它 把它來做 改進 這個就 合併凍結到前面 因為都在同一個科目嘛 反正你們 你們會改善嘛 對 然後就合併前面 前面這樣總共 那個 楊正偉那邊有一千萬嘛 併到 併到裡面去 對 那這個就撤掉好了 不是撤掉啦 這個案子就是合併 到前面的一千萬一起凍結 反正你們還要提書面報告 好 書面報告 對 這個有 事實上案也在裡面是吧 對對對 我們 我們 34跟43案合併 好不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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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到楊委員的這一個 32案 我表示一點意見 好 這個我知道啦 當然是有 有時候會有困難啦 那 那 我就建議立法院這邊 應該可以 找客委會跟原民會 對 協調一樣 因為他應該這方面的人才是有的 那他們也會比較有興趣 剛好 大概知道有人要用 什麼語言去做 他本來就會出一些人來做紀錄的 好 所以這個這個人才你們要 通通都要立法院養的 其實是有點困難 對 但是 這個資源你要先預備好 就像法院有這個同意一樣 他也是要去聯絡好 那另外也可以就是說 除了 有些業務 比如說 客委會的業務報告 或者是 原民會的業務報告 很明顯的就很有可能 你們就要預先準備好 那有時候是不時之虛 就是委員有感而煩 或者他打算在哪樣子 要用他自己母語去講的時候 應該有一個制度就是 讓他可以事先先告知你們 事先先告知你們 讓你們有機會可以準備 等於我先申請 我先申請這個service 好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完整 謝謝 好 我們會 好 那我們 這個就是34案跟43案合併 到32案 凍結一千萬 接下來35案 35案 合併3637案 講的都是這個 五指化的事情 那是不是五指化委員 要說明一下 五指化我相信大家 這個 一方面是先進的問題 一方面 現在環保的趨勢了 還有很多東西 我相信 紙張的部分 其實 如果大家沒有在看的話 其實這紙張印出來真的很浪費 我們有看到常常這個 清潔的 這個同仁 常常要用大車子在每一個 每一個辦公室 運進運出的 那很多東西根本連看都沒看 那很多東西就 你真的關心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 基本上用 用電子的 那我真的需要索取紙本的時候 再來 再來弄 那你們可以去估計一個量嗎 這個大概不必 什麼都是 全本的 那當然 有些東西是 當然說好像 嗯 沒有書面好像不正式 那有些東西是 就是因為有電子檔 反而容易處理 比如說我可以 剪貼在我的問證的 或者是我的檔案裡面 那 文本的話 反而是不好蒐集 所以各有好處啦 但是就是說 基本上 應該要 盡量把這個物質化的部分 要做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 好 好 那個 那個趙偉 還有各位委員 我們公報處在這個印刷的量上 十年來已經 減少了一半的這個紙張的用紙量 然後我們今年 呃 這個月要開始要發函給各位委員 把我們用紙量最大中的部分 要做一個全面的普查 假如真正不需要的話 那我們就會 減少這個印字量 但是像那個議事日程 在那個議事規則上面有規定說 隨文人要復發這個議事日程 那也有八位委員說 他明明說他不需要 我們就檢印 那我們今年會做一個全面性的普查 那這個公文在這個月就會發出來 那我們會根據這個 重新統計的數量 來再來做五指化的這個目標來邁進 那這個案子呢 我們希望 呃 改凍結 用書面報告 我們會做全面性的普查 來回應委員的要求 謝謝各位委員 請問小討委 為何那個 詔委這邊我們基本上有跟公報處 основ 討論了 就是說 我們就說中和353637 我們就不要簡列 那凍結的部分是不是就是採楊振舞500萬好不好 那有溝通過 凍結500萬嗎 353637合併凍結500萬 好 優委員 那我自己能不能順便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經常給我們有一些是密件 機密的文件 那這密件到底我們立法院是怎麼樣處理 就是說你到 因為現在就是很多的紙張 大家就是變成是那個清潔的隊就帶走了 那他們是去把它銷毀掉還是會流落出去 那這個密件的部分我們立法院有沒有自己 有沒有另外一套系統在處理 否則的話你的你蓋一個密根本就沒用 然後大家還是一樣全部就是跟一般的文件一般的處理 那我不曉得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報告一下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我們的清潔人員對那些各委員會 研究室或是清出來的文件 我們就當成廢紙處理了 那廢紙處理我們有廢紙的廠商會送到紅花園去銷毀 所以他賣掉這樣子 我們並沒有去做區分 因為我們很難去做區分 那這樣蓋一個密字這樣有用嗎 可能這個要分兩個層次 我覺得如果各委員辦公室自己收到的密件 應該各委員辦公室都有那個稅子機 應該委員其實是要稍微提醒助理要銷毀的 要不然的確到後控機制是有點難 因為他是給委員嘛 對不對 所以委員你收到這個密件 照道理來講 你應該如果是密件 應該是要請助理要稅子機要先碎掉一遍再回收了 這個可能是大家可以 委員之間也可以互相提醒的 要不然到他的後控機制 他那麼多回收回來的 他很難再去分類什麼上面是蓋著密字 的確會有困難 好 那我們是不是這個353637 剛剛就是凍結500萬 提書面 通過 來 38 39 40 都是李軍藝委員的提案 要不要一併說明 好 38 39 40 特別是38案 這個是中部辦公室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是 我自己從來不打高爾夫球的 那這個高爾夫球場老實講 現在也沒有在用 那這個高爾夫球場就留著 還有必要大興土木的去把它改停車場 我去查了一下 你們現在這個益政博物館裡面 週六週日是閉館的 是沒有開放的 那一天的訪問量大概沒有超過60個人 一天大概60個人 那你們需要多少停車場 那唯一有的就是說 有偶爾有辦 一年有辦幾次大型活動 辦大型活動 你停車場再大還是放不下去 那所以有沒有必要這樣做 有沒有必要這樣做 我是主張這個部分要處理 沒有必要大興土木去做這個停車場 那根本也沒有人去 根本也沒有人去 一天的量不到60個人 然後你需要蓋大量的停車場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有關39跟40其實是不同的事件 這個還是剛剛有討論到的這個 資訊軟體的部分 資訊軟體的部分 是不是等一下說明一下 我想那個停車場的這個部分 停車場的部分它是本來是中南部 那個審議會那邊它本來是一個高爾夫球練習場 那個地方不是高爾夫球練習場 它是練習場 那現在是因為芳草 反正就是沒有管理 那就很混亂 各方面 所以我們現在是想把它整個活化 整個再做一個處理 然後看有沒有把它 再把它整個跟台中市政府 大家一起合作看要怎麼樣把它弄起來 那它其中有一個項目 就是說把這個高爾夫球練習場 這一塊空地的一部分 把它弄一個停車場 方便這些民眾 或者是什麼 有時候來參觀的時候 它有一個停車的地方 不然現在所有民眾來參觀的 或者是什麼 它現在都是停在整排的路邊 都是停路邊 所以我們現在才說 那這樣子是 應該是把它弄一個停車場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說 是不是又讓它來做這個停車場 這樣子 現在它荒菸漫草 就是都沒有再使用 它原來也是不能使用 所以你們把它變成停車場 方便大家停車嗎 對對 本來是高爾夫球練習場 那就方會掉了 因為那個本來是審議會的 那就沒有整理 然後就方會在那邊 那也需要整 那個就是高高低低 那你要整地把它整平 因為它現在就是 等於是 雜草重生 那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把它整平一點 然後弄一點可以停車的 這樣子的一個設施 那在地是有那個需求 有人 對在地有需求 那個台中市政府也認為說 這樣子比較好 對他們整個規劃 然後後續我們還有 對於整個中南部的管區 我們有活化的 也是要配合這個活化來做 先前置 先這樣做 嗯 好 所以請那個委員 是不是可以 可以 好啦這樣的話 基本上 如果現在是綠地的話 盡量還是保留 對 那跟台中市政府 這其實是台中市政府要負責的 不是立法院應該負責 那個 對不起 簡列 就是不要簡列那麼多 我們簡列三百萬 好不好 簡列三百萬 那另外39跟40 39是資訊設備 這樣你做得來嗎 好啦那就簡列 簡列啦 然後資訊設備的部分 這個簡列兩百萬 39案 那40案是另外 40案的部分 好 那個我先處理一下時間 現在12點01分 我們繼續開會 就是把這個主決議 我們整個處理完再休息 好 40案的部分 我們簡列一百萬 那個 報告委員 我們這個機器 是我們現在有50部快速印刷機 是應付委員會跟院會 所有的意思需要 那我們這個印刷機是 逐年購買 逐年淘汰 逐年更換 那我們今年編的預算是 民國98年購進來的 那這批機器是到了現在 已經剛好滿了8年多 需要貸換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一次購買 我們這個是逐年分批買 逐年淘汰換 所以這批機器 淘汰換的單價 就算是非常精確 好 謝謝委員 所以剛剛38案要簡列三百萬 39呢 39是不是可以不要簡列 讓凍結好不好 軍委委員 是不是可以改成凍結 凍結一百萬 好 凍結一百萬 改書面 我剛剛聽一下那個 那個軍藝委員 你剛剛講那個 什麼高爾夫練習場 改那個停車場 你是不是比較care 就是說 他把那個原來草地變成水泥 是不是care這個東西 因為我看他那個 其實人也很少啦 那民主長 民主長 你中部那個 高爾夫練習場 因為我看他那個 因為他也是荒廢 但是他基本上 他是比較 是不是比較自然的一個環境 不是 不是 他那個 變成有點雜亂 好 那這樣好 就是說 因為感覺上他 就是可能 李俊宇委員的意思說 你如果要改 成停車場的話 你停車場的施工法 可以稍微比較自然一點的 對 我們就盡量維持自然 好 就不要變成那種 水泥地那種 可能這點要注意一下 那 那靜宇亞 不要檢驗那麼多好不好 好啦 你講 檢驗多少個都完成 那個 檢驗一成好嗎 檢驗一成的 一百萬啦 好不好 好 檢驗一百萬 好 好啦 38案 檢驗一百萬 39案 共結一百萬 40案 40案 40案就不要了 不處理 好 主席 41案 主席 對 油委員 要補充 那個38案 就是那個 停車場的那個部分啊 如果你真的要建停車場 其實也可以建在地下 不一定要把上面的那個 破壞掉 更多錢 那就很多錢 立立保留 那就立立保留 只是畫出格子 它可以停而已 因為不希望變成水泥滴 對 沒錯 好 立立我們會保留 好 那 41案 好來 41案 這個是現在電子公文系統 不好用的問題啊 這個是不是你們講一下 好像大海撈針 找不到文件 你們要怎麼改善 你們這個公文系統 這個 說明一下 這個有去委員辦公室 跟這個助理報告 那原則上這邊說的功能 應該是都可以用 那我們會在明年度做一個精進方案 就是目前是欄位檢索都可以 那如果全文檢索這個部分 確實目前公文系統沒有 那上次我們也有 答應其他的委員就說 明年度針對公文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做一個精進方案 你們什麼時候要完成 精進方案什麼時候完成 精進方案 1月份 開議 下一次開議以前就完成了 已經 就2月1號 所以已經在進行可以齁 好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就改成組件 主決議就好 就不凍結了 因為有很明確的時間 2月1號開可以完成 好 那42案剛剛合併已經處理過了 43案 吳智陽 剛剛有病了嗎 有病了 好 那這樣子 我們所有的預算天然都已經 處理完 剛剛有一些保留的 那我們先處理主決議 就是主決議的部分 這個 有沒有意見 民署長 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原則上是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們是希望說 那個主決議裡面 所提的專案報告的部分 是不是改成書面報告了 就這樣子 其他的我們都可以接受 還有四十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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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三項 可能稍微修正一下 我們有跟那個委員有討論過說 要怎麼修正 就新發的這一張是不是 這一張就修正過後 對對對 有修正 那這樣子其他的我們都 沒有沒有 還有四十五案 四十五案是什麼 出席會 出席會 出席會跟我們講過 這個是那個出席會 四十五案是 是 他們同意測案 因為那個 四十五案測案 對 就這樣 好 那這樣子 四十四案就通過 四十六案 四十五案測案 對 四十六案也通過 四十七案也通過 四十八案就是剛剛文字修正的通過 對 四十九案也通過 你們都沒有意見嗎 好 五十案也通過 對 五十一案通過 五十二案通過 五十三案通過 五十四案通過 五十一案通過 好 那裡面如果有專案報告的 你們希望都改成書面報告 請問各位委員 有提主決議的委員 有沒有意見 主決議裡面 如果有專案報告改成書面報告 都沒有意見齁 沒有意見 主決議就按剛剛的宣告通過 如果有專案報告就改為書面報告 最後我們回過頭來處理 剛剛還沒有處理完的 第五案、第六案 十一、二、二、三、二、四 那是不是民進黨委員有沒有堅持啊 要不然就按照剛剛這樣 我建議這樣啦 因為特別費向來都院會會在處理 所以我們這個有關相關的內容不要寫內容 就有關特別費的部分 我們由司法委員送出院會處理 這樣就可以了 內容不要有 因為內容我們不可能同意嘛 武政黨委員可以嗎 就是你等於要改一下武政黨委員提案內容 他就是簡化啦 你們的內容寫的是一式不二義啦 那些東西啦 就不要內容但是保留這個案子 但是保留案子我們沒有意見嘛 所以就內容不要就是針對特別費的部分 司法委員會的審查 就是有關院長、副院長還有秘書長的特別費的部分 我們就是保留送院會 如此而已 不要 就沒有通過 好啦 可以啦 其實是一樣啦 因為我們也沒有把這案子通 好啦 你們就這嘛 對不對 好啦 就提案說明那邊刪除啦 好不好 就保留這個案子 然後提案說明那邊刪除 這樣子保留送出去啦 好啦 這個反正都還要再協商的啦 五六案我們就是保留送院會協商 然後刪除提案說明的部分 那這個有關於議事的部分 那十一案 吳建委是不是還是車案 好就是不處理 十一案就不處理 那那個 還有二二二三二四 這邊都是議事的部分 齁 我們就凍結兩百萬 送書面報告 對 好 這個議事處理就凍結 二二二三二四 凍結兩百萬 送書面報告 那原來的第二案 那個要修正文字的部分 這個 也已經有書面送給大家了 如果大家對於文字沒有意見的話 那我們就已經 這個第二案文字修正內容 已經經院方提出 引印送給各位委員參閱 主席 剛剛二二二三二四 凍結的部分 我們並沒有同意 我們只同意特別備的部分 好啦 那這個你們 你們剛剛後面凍的才更多 一千萬的 那不一樣的內容啊 我們就事論事啊 對啊就事論事 所以這個兩百萬 沒有不符合比例原則 沒有不一樣 那這個我們反對 那就保留 那就一樣保留 送出去寫上 好不好 這個保留是保留什麼東西 二二二三二四 原案都保留送出去協商 送院會協商 我們不同意啊 我們反對啊 我們反對你的提案的案友啊 我們 如果 是我們接受理由 我們就會同意凍結 但是我們不能接受理由 我們怎麼同意凍結 對 所以你們 所以你們要比照前面就是 理由不說明 然後就是 也沒有理由不說明 不是 你特別費還可以有一個明目 說 因為這特別費本來就會 這個通案處理嘛 嗯 對不對 那你這個是 在議事業務凍結兩百萬 然後送出委員會去協商 對啦 不是啦 凍結兩百萬就通過啦 沒有協商啊 那你凍結兩百萬要幹嘛 要怎麼解凍 就書面報告 他們要書面報告 報告什麼 你沒有暗遊你怎麼 怎麼報告 有啊 我們原來的暗遊 這個暗遊我們有意見嘛 嘿嘿嘿 那所以你們希望怎麼改呢 現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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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休息啦 我建議這樣子啦 好不好 我 蛤 你要休息是不是 好好來 那我休息先講一下 對啊 我們建議說 你把它把這個 我拿來也炒 讓 讓 讓 你改成比較中性的用途 然後呢 你把這個 那 你把這個 去 做 檢討 然後 去 檢討 然後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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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我們整理一下好了 整理一下條文吧 好吧 趕快 寫一下 那意思是稍微寫一下寫一下 寫一下給主席朗誦 大家如果同意就這樣來處理 對於暗游的部分 那個趕快寫一下好不好 二二三 要怎麼寫 這段刪掉 接到這裡 近幾會期不論是在運會或在委員會 皆有議事爭議發生 原始提案凍結經費兩百萬 市立法院提出相關 提出相關說明就好 提出說明 提出書面報告後 就好 好那我們寫成這樣子 趕快寫一個 好啦寫一下給主席 私下改一下 224 224 224 225 224 224 百姓趕快寫 趕快寫 趕快寫一下 私下改一下 223奧斯科幣處理 200萬文字修正 二十五歳 二十三字 一二三 一二二三 一二十三 二十四 一二十四 一二一 一二十四 二十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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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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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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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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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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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